好,那我們今天上課的主題的部分是在Google的一個雲端服務的應用 好,那Google服務,雲端服務的部分它其實目前它真的是 我覺得Google真的是毛錢來做,真的,越做越大 然後呢它有很多的小東西,真的非常非常的細 就是小小的小小的,就是一個功能一個功能這樣子喔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我不太可能把他們家所有的服務 全部拉出來教,那個上完課你也會瘋掉,因為東西實在太多了,太廣泛了喔 所以呢我會大概抓幾個重點的部分來做一下教學喔 好,那我大概思考一下後,跟各位老師們比較有個人相關的部分 不管是用在您個人上頭,或是用在你的教學上面啊 其實我大概覺得這幾個東西還不錯用 所以我把它特別拉出來做一下我們今天課程的一個部分 好,首先第一個區塊呢,還是想讓老師們知道一下 個人服務,個人應用這一個部分,好,個人應用 那所謂個人的應用的地方呢,其實指的 就是,好,例如說像是個人的郵件管理 那這個老師們應該OK,對不對,郵件管理 好,那郵件管理的部分我想詢問一下 Google你開了他的自己的帳號之後 我們老師身份不是都還有學校提供的信箱嗎 對不對,有嗎?老師都有學校提供的信箱 或者是你可能在其他學校兼課,你也會有其他學校的信箱 欸,這麼多的信箱你怎麼處理啊? 你不要跟我講,我每天上,就是 到研究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開五個信箱 邊吃早餐邊看信,應該不會吧? 你可以透過Google的服務,把信箱整合在一個界面 那這個意思嗎?利用轉記的概念 很多學校都有提供轉記的功能 所以像我在其他學校兼課的話 我會把我其他學校那些帳號 還有包括我學生時代的帳號,沒有被停掉的話 我會把他全部轉到我的Google裡面 所以我只要開了Google後 那全數的信箱只要透過一個界面就可以看得到 甚至於我們在使用上,我還可以自己指定 我在祭出的時候,是用哪一個身份別 他是可以去指定他的 如果你有設定好的話 所以,郵件的部分的話 在收發郵件這一塊,我就不會太琢磨教學 但是我覺得在設定這一塊,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我會再特別提一下設定的部分 好,再來第二個行事例,老師有沒有用行事例 欸,你們跟Google很不熟的請舉手 真的喔,好好好,老師有沒有帳號 這才有帳號吧,有有有,好 所以有在用嗎?應該平常在用吧 欸,行事例超好用的,你們知道嗎? 行事例,我所謂的行事例並不是指說我個人的行事例 我喜歡開共用行事例 很會共用 像我公司的部分,我跟我助理就會 對,我會開個行事例給我的助理 我自己的行事例 然後他的工作是做什麼?幫我排 排課 像你說有人打電話去公司說要排課什麼的 他就會直接看到我的行事例 所以,我會把我個人的行事例分享給他看 但是他的權限只能看 他不能動 然後呢,會開一個獨立的行事例給他 讓他加課用 所以我這邊我也會馬上看得到 所以行事例的部分,你們要學習的是共用行事例 好好用 所以像如果是在學校是主任的身份,或是一些組長的身份 系辦秘書啦,都可以幫你做行事例的管理 他真的很方便 好,我會教你們怎麼用 那在家裡上也很好用 我強迫我先生把行事例公開給我 所以呢 欸,很方便啊 他要幹嘛我就可以,有時候家族要聚餐什麼的 我就可以知道他哪一天有沒有空 然後我就可以幫他booking時間等等的 好,所以行事例共用這塊我覺得還蠻好,蠻好,蠻好,蠻棒的 我等一下會另外介紹喔 好,那工作表的部分就是代案事項 那代辦事項的話呢 嗯 Google他自己本身在PC端,就是web端 他可以有代辦事項的功能 可是呢,如果你要到平板或者是手機端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第三方的程式 也就是說他的 內建的Google的行事例是看不到的 你要用第三方的程式可以看得到 那只要裝一些日曆的軟體就會有 好,所以這個工作表的部分也很實用 最後一個是聯絡人 那聯絡人的話就是老師們如果你平常手機掉了 其實你不用擔心的 所有的東西如果習慣性都背到雲端 你的手機馬上掉都沒有關係 我像這隻手機如果真的不小心掉了 是不要啦,如果他不小心掉了 我的資料全部都是在雲端 所以我不用擔心說這隻手機的東西沒有背好怎麼辦 好,所以行事例的部分,聯絡人的部分 你可以透過Google來管理你的聯絡人 那我們手機的SIM卡就可以不用存任何的聯絡人資訊 你只要換了一隻手機 然後呢Google登錄了,聯絡人全部都抓下來了 好,這也是他很方便的部分 所以這一個區塊我想的是 應用在個人端,因為我平常自己也有在用 好,所以我覺得個人端的部分使用上是好用的 好,老師你竟然帶行動載具嗎? 手機或平板,好 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如果是我個人在使用 在Android的環境下,或者是在iOS的環境下 你可以使用哪一套的APP 對,我自己有在用 我覺得我的Google就搭配這個APP用 我覺得實用好用 好,所以我等一下會獨立的介紹 如果有這樣的需要,我可以讓你們知道 有哪些APP是很好用的 它不一定是Google加速的喔 可是它是有第三方有合作的 好,所以這是在個人應用的部分 好,再來第二個 那第二個部分可能跟老師們比較有相關的 包含如果在場有學生也很好用 就是雲端硬碟 好,在雲端硬碟的部分 那這一個雲端硬碟的話呢 好,這個 雲端硬碟其實是跟這個線上編輯 他們兩個是綁在一起的 只是我把它拆開來講 因為這兩個功能它是分開的 好,雲端硬碟是做什麼? 現在大家都知道 檔案都放雲端了 對不對 那最紅的當然就是你們知道的Draw Box 老師知道吧,Draw Box 還有一個是 微軟他們家以前叫SkyDrive 現在改成OneDrive 好,又改名字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Google的雲端硬碟 然後這個雲端硬碟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倉儲的系統 所以老師們的資料 你如果 平常在使用上來講 你可以把它備份在雲端硬碟 可是你要記得喔 備份在雲端硬碟不是百分之百 壞了你不能怪人家喔 因為是免費的 知道嗎 所以你本極端你還是得備份 好,這叫雲端硬碟的概念 倉儲系統 那這雲端硬碟我覺得在個人使用上很方便的地方是 假設我今天要教學 上課了 好,然後我有個講義檔 或是我有些素材的檔案 我就事先放雲端硬碟 上課的時候呢 我只要分享就好 包含說如果我有手機有隨時可以上網或上學校都有無線網路嘛 我們到哪個地方去 那有一些單位跟我要資料的時候 我直接到我的雲端硬碟的App中 把那個資料或那個檔案或那個文件 做分享就好 不用直接寄檔案給他 他會自己用連結的方式去下載那個檔案 所以現在在使用上來講雲端硬碟的分享機制 他是用點對點的概念 就是你給他一個網址 有網址的人就可以下載 他是非常方便的 好 那這個我會教你們怎麼使用 雲端硬碟 好,那線上編輯是什麼 Google他其實比較強的部分是他的 雲端硬碟的檔案格式 就是像Office一樣 他有文件是算表簡報 這一塊 給各位看一下 雲端硬碟 所以呢 這是檔案管理的部分 這個是線上編輯 所以他有文件是算表簡報 還有一個很重要我今天一定要教你們的 電子表單 怎麼講到現在覺得今天要教很多對不對 我再整理一下 很多東西要講 那電子表單超好用的 我以前念書就是研究所的時候 那個電子表單我是拿來做問卷的 就是我用問卷收資料 那時候要做問卷資料 我都是用電子表單 然後他可以馬上的把你的資料全部收回來後 我再把它匯出到Excel 做資料整理 然後要跑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表的時候 我再丟到SPSS 所以我覺得很好用電子表單 老師們一定要學電子表單 文件試算表簡報 不會做就算了 在電腦端做就好了 只是他有提供我們這樣的編輯工具 所以你的文件存在他的雲端硬碟中後 如果你直接點 他可以幫你做線上編輯直接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 今天一定要帶一下 因為這是我覺得蠻重要的線上編輯的區塊 OK 好再來 然後另外呢來這裡 協作平台我在猜今天可能教不到 好那這個也是很多學校老師找我去上課的時候特別要求的 協作平台它是一個快速建置網站的一個功能 很特別 然後呢這個快速建置網站老師不要想說 學校已經有給我們個人網站了 像什麼e-portfolio那個平台嘛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不一樣齁 協作平台是它是跟其他Google服務串在一起 所以呢你可以做小組的網站 或是我們帶著研究生的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的部分的話呢我們可以 分享共用形勢力 我們可以分享雲端硬碟的檔案 好我們可以 直接把一些 常用的訊息PO在這個平台上 所以它可以當成是小組用的 或是你們內部使用的 它不一定要對外 知道嗎 它的用途我覺得還蠻彈性的 但重點是跟Google的這些服務綁在一起 綁在一起的關係喔 好所以這是協作平台 那在最後一個 take out 有聽過嗎 我在想中文要怎麼講應該叫備份吧 好 這個是蠻棒的一個工具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做什麼 你看喔 我們現在什麼都靠雲端 你行私利也在雲端 聯絡人也在雲端 Email也在雲端 天哪 你真的確定哪一天Google不會大當機嗎 或是Google不會不小心來個大地震或怎麼樣嗎 當然不是詛咒它好不好 就是 凡事都有萬一嘛對不對 那 take out是它最近出來的一個新的服務 但很少人知道 做什麼用 備份 那我知道它本身的備份功能其實有 例如說我到行私利 我可以備份行私利的東西 我到郵件我可以備郵件 它是分開的 分開的 可是這個take out的功能 它是包在一起 所以你進來之後啊 它的下方的地方 就會出現它所有的 我截圖截一半而已 它下面還有很多東西 都是跟它的Google的服務有相關的 老師只要做一個動作就好 它會把Google服務裡頭的這些資料 幫你一次性的 全部備份 然後備份的時候可以讓你把檔案抓下來 或者 放在雲端硬碟 那當然 我們就是怕它壞掉啊 我還放回雲端硬碟 我一直把它抓下來嘛 所以這個的話我今天也會教你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蠻實用的 非常非常好用 好所以 先利用一些些時間 讓老師們大概了解一下 在服務上面 我自己大概思考 一下後我覺得 這一塊是對於講 老師們的 部分需求會是比較高的 那像什麼 Google加社群啊 相片應用啦 那個就是個人的娛樂生活嘛 那個 我就把它 拿掉 對那我就以教學的部分 比較重要跟老師有相關性的來做說明 老師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建議 等一下喔 我們都可以再來討論 好不好 就是我時間上是允許的 我們再來教 好所以 大概課程的部分的一個 簡單的規劃 有點概念吧 OK啦 OK好來 都有賬號嗎 都有賬號 來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囉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個人服務應用的區塊 那我會大概的講一下下 就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他的就是 小東西 我們就不提了 好來 首先呢記得 在目前的瀏覽器上頭來講 有Chrome IE 還有Firefox 學校這邊沒有裝好來 這幾個瀏覽器記得 我們使用的是Google的服務 所以 想當然 瀏覽器要用誰 Chrome 你要用它最好 它所有的元件會最完整 最安全 所以呢麻煩老師們 等會上去的時候 先用Chrome的 先用Chrome進去 然後進來之後啊 因為剛剛已經登入了 我先離開一下 好我們先重新進去囉 好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先做登入的動作 那登入後 它的所有的功能 就可以讓你一次性的使用 等於界面只要輸入一次就好 來到右上角 登入 登入好 這個地方請輸入你的電子郵件 那不需要整串 前面的帳號就好 好像我是 輸入前面的帳號就可以了 好 然後密碼 好登入 然後 可以先不用存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這是公用機器 等一下下課的時候要登出喔 不然就是關機最安全 好 所以我現在就登入囉 有問題 好像先登入進來 那登入進來之後的界面啊 其實都是跟Google服務有關的功能 所以你就會發現 Google服務真的很多 真的非常的多樣化 好 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們所要使用的 如果在上頭 老師們找不到 這邊還有一個更多 還有一個更多 所以老師們就點一下 這一個更多後 好你就看到很多的選項 那我們先到Gmail裡頭 先看一下個人服務的部分 好所以呢 請按一下這個Gmail進來 您就可以到您的信箱裡頭 好 那個老師你們覺得我切螢幕過來比較好 還是你們直接用看的 直接用看的 啊你們直接操作嗎 還是切 不要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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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不切不影響嘛 後面錄影 OK好那就不切囉 可以好可以同步 我會講慢一點沒關係 然後我留時間給你們做 老師你們不要看我做哪一個動作就跟我做囉 大腦留不下來喔 好不好 他那個進去就馬上就出去 會記不起來喔 所以如果動作比較繁瑣的 你先看我 然後你們再回去操作 我會給你們時間 好來 所以現在都登入進去了嗎 OK 登入進去了 好來 那首先我們進來之後啊 OK這是我的 Mail 平常不是用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都是垃圾型 這不是我平常用的 好 那這個信箱我們進來之後呢 我想要去設定 就是個人服務的部分 包含郵件啊 行事曆啊等等之類的喔 好 那這邊的話先跟老師們講 入口在哪裡 這真的有老師問過喔 他找不到 找不到什麼來 首先我們看一下日曆在哪裡 就是行事曆 這個是email對不對 所以呢你可以從右上角的 九宮格這一個 九宮格這個地方 點他一下 好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日曆 對您點他後 他會在另外彈跳出另外一個界面 就是日曆的界面 我們先關掉一下 不好意思我的課太 那個 全部都被我們看到了 是 喔沒關係順便交OKOK很好啊 順便交反正對 順便來 先出來沒 日曆OK嗎 日曆OK吧 就是你的 收件夾你的日曆可以這樣子切換 它是兩個界面 好那我們回到email喔 老師你是email 全部都是啦對不對 好來 我們現在到email裡頭 如果我要設定email的話 我要怎麼設 好 那我們首先先看一下喔 我先回來說明一下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個人應用的部分 分成這幾個 郵件 行事例 工作表跟聯絡人 這四個是最常見的 好 那這四個部分的話呢 很特別的是 郵件 它是 跟 聯絡人 在同一個 界面中 行事例跟工作表 是在同一個界面 OK 好這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因為你記性要跟人有關嘛 所以我覺得它是合理的分類喔 好那我們先回來喔 我現在是在郵件裡頭 我怎麼去找到我的聯絡人 如果我要去編輯我的聯絡人資訊的話 對我就說這個 這是有人特別打電話來問我說李老師 聯絡人在哪裡 好 啊在哪裡 在Gmail選項的箭頭點他一下的這裡 通訊錄 相信我如果你跟Google不熟你真的還找不到 知道我意思嗎這個你就點他一下 通訊錄 它就帶出通訊錄的功能 這是新版喔 這是新版 你就插插一下就好了 這是新的版本 那是我的意思嗎 好點進來就可以囉 好所以 記得喔他的入口比較特別喔 你在這個地方我記得是找不到 你要從 箭頭的地方進來可以看到通訊錄 那工作表不要放在這裡啦 工作表有沒有到日曆的地方來看 左側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工作表 勾他就好了 那我下次沒有東西 勾他就會有一個工作表 這樣目前了解嗎 所以個人應用的部分它是落在這兩部分 落在這兩塊 好那我們現在會開它後喔 會開囉 再來第二個動作是 我如果針對於郵件來講 我要去設定郵件的部分 有哪幾個郵件功能可以把它學起來 它是很好用的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先把中文改回來 好不好 如果老師們不習慣英文都把它改回來 怎麼改 設定的部分呢 跟郵件有關的 你先到郵件的界面之後 來在右上角 右上角這一區 好這一區的話當然就是顯示你的個人的名稱 然後切換到其他的服務裡頭 還有一些通知的選項等等的 好 那如果我們要找設定功能的話呢 再往下喔 下方有沒有看到一個齒輪 這個齒輪點它一下 裡頭呢就會有一個功能叫 設定 設定 就在這啦 設定 好 那設定之後進來一下 首先第一個部分語系的話 老師給他找一下喔 語言在這裡 第一顆 這個語系的部分改一下 改掉就可以了 OK嗎 啊都是中文嘛齁 可以喔 改掉之後下方有個儲存 來最下面 最下面這邊有個存檔 儲存變更 老師把它存起來就好了 存起來就好了 這樣目前有什麼問題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郵件的部分有哪些我覺得 很棒的工具 讓他介紹給老師們一下齁 那我這邊大概抓的是 三個我覺得比較實用的三個齁 首先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所講的 轉記性的問題 老師們手上這麼多個人的帳戶 或是包含以前的免費的信箱 那學生時代所用的信箱 這些信箱你不可以把它捨棄掉 所以我希望這些信箱都可以重複來使用的話 我該怎麼做 來老師們請到上頭的 轉記和POP IMAP這個選項 你點他一下 這裡 好你看喔 那我自己就有設轉記 因為我覺得轉記太實用了 好 不好意思我把它的介面設小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辦法滿版 我把它設小一點 這樣你們看 OK嗎 可以啦齁 可以齁好來 首先我們進來之後啊 來看一下齁這裡 你們想一下那個邏輯性喔 好老師們先想一下那個邏輯性 來 邏輯的概念啊 什麼意思呢 好我先開一個新的 頁面我來說明一下下 到底轉記要怎麼做 轉記的概念要怎麼做 好來 首先呢如果我現在希望 透過一個Gmail 一個主要的Gmail 這是主要的喔 我透過一個主要的Gmail來收 很多人的信 這樣老師OK嗎 在不同的信 不同的信向 我要收到這個主要的Gmail裡頭 好那你們思考一下 我要設轉記 對不對 我一定要設轉記 我才能夠把信丟到這來嘛 那誰設 是這個Gmail設轉記 還是後面的獨立的這個設轉記 思考一下 誰要設轉記 對後面這個獨立的這幾個 也就是說如果這次學校發給你的信箱 你要到這個信箱裡面去設轉記喔 那這有意思嗎 不是在這個Gmail裡頭設轉記喔 不一樣喔 轉記的意思是你要到那個信的信箱裡面 去設定他的設定值 然後要求信只要到這個信箱後 丟給別人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來 所以像以這個信箱來講 其實這個信箱是我自己 個人給 其他地方 單位排客用的 所以這信箱不是我主要的 好 那我就有做了一件事情 我在這個信箱裡面設了這個動作 轉記 我設了轉記 所以如果你有多個Gmail的信箱 你就可以把Gmail的信 轉到其中一個信箱 那當然 學校的信 你要到學校的信箱去設定 學校的信箱一定也會有轉記 幾乎都有轉記功能 所以你就到學校那邊去設 轉到這個地方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你有多個Gmail 我大概主要用是兩個Gmail 一個是我主要自己個人使用 一個是給公司助理幫我用管理用的 所以我會有兩個Gmail的 那當然 他幫我管理的那個信 如果有人不小心寄到那兒的 我也會把那封信 轉過來 然後呢 我公司的信箱的伺服器 我每次跟Google申請的 所以呢 公司信箱的信 我也是轉到這裡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都要各自到那個 那個 信箱的原始設定的地方 再把它丟過來這兒 好 那第二個方式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進來之後呢 設定這個 轉記外來郵件的副本 給誰呀 這就是我的主要信箱 轉到那個主要信箱 好 然後轉過去後呢 怕信箱遺漏 或是怕轉的時候有問題 我會做一個動作就是希望能夠在 現在這一個信箱中保留副本 我就讓它保留起來 所以你就會發現 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垃圾有沒有 那些垃圾已經轉一半到 已經轉到我的主要信箱了 那這邊它也會留一份 這樣你聽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這是轉記的概念 那 一個信箱可以被轉到 多個不同的信箱去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 新增轉記地址 新增轉記 所以老師們 您可以去把你的信箱的部分 做這樣的一個轉記的動作 要見美麗絲嗎 這個很實用喔 真的好 很實用 所以這個 你們把它學下來 那 回去找你自己的信箱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去問一下 計算中心的 計算中心的同仁 他們應該會告知您說 每個學校的設定的位置在哪裡 那大部分在設定都一定找得到 都會有那個轉記的字眼 好所以這個第一個要學會喔 那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現在數位資訊 資源在太多了 信有夠多 那你轉到一個比較方便 不用這邊切換來切換去的 就是第一個要學會的 好再來第二個 第二個我覺得還不錯的 來 我們回到一般設定 回到一般設定 做什麼 老師們有時候會放假吧 對不對 會請假嘛 或者是說像那個 過年過節的時候 或是你要出國玩等等的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都會希望呢 對方寄信給我的時候 能夠 自動回覆告知 休假通知 知道意思嗎 你可以 別人只要一寄信給你喔 你馬上就會回覆信跟他說 我剛好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正 只能不在公司 或是出國之類的 那信件的部分 等我回國之後 我再來做處理 至少讓人家知道說 你現在人不在 不是說丟了一封信給你 可能跟老師邀稿 或是跟老師審稿等等之類 老師都沒有回答 打電話都打不通 這樣會蠻緊張的 好所以你可以做這樣的一個休假回覆喔 那休假回覆的部分呢 在Gmail中 它是放在 一般設定裡頭 來往下拉 在這裡 下方這邊 這裡 這一區 休假回覆 這一個 這一大區都是喔 這一大區都是喔 好 然後呢這一大區的話呢 我們目前預設都是關閉的 預設都是關閉的 老師只要開啟後 您就可以設定天 第幾天到第幾天 然後你的阻止跟你的內文是什麼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不要勾喔 只將回覆傳送給我通訊錄的 這個不要勾起來 如果剛好寄給你的人 他 不在通訊錄 他就說不到了 知道嗎 所以那個勾你就不要勾他 但是這樣當然垃圾性 電子 電子 DM嘛 那種寄過來廣告信他也會回啊 但無所謂啦 好反正他那個會擋掉 所以沒有關係 這樣知道好 所以這裡的話是休假回覆的功能 很好用 好所以老師們如果有一些 工作上的一個需要 您可以設一下這個工具 然後設完之後你不要擔心會忘記 因為呢 你只要一旦回國後 開啟Gmail 一進去唷 他會很大一個字在這裡 你目前正起用休假回覆 很大一個 我看你忘不掉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我現在設休假回覆 你就會去把他點掉了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那當然時間到他就不會再寄了啦 因為他有設起義日嘛 時間到他就不會再寄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那這個休假回覆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是 我有做一件事 我做的那個 我有開了一個Gmail 專門給學生教作業用的 就不是寄到我個人的專屬的 我可能會開一個專門用Gmail 然後呢 學生教作業我是電腦 我課程比較多嘛 那有時候 學生不可能在當下 把那個作業做完 我就跟他說好 那同學們你就可能 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交給老師 我就會開休假回覆 做什麼用 老師知道嗎 他一旦教作業給我 我就回一封信跟他說 同學我收到了 以前我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好累喔 我每次學生一寄來 學生都會很緊嘛 很緊張 說老師有沒有收到 然後他打一旦寄給我的時候 我還要拿信回他說 同學我收到了 還要複製貼上 然後每次一個人來 就丟丟丟丟 那學生有時候很緊張 他可能前10分鐘寄了 因為可能會有daylight時間 前10分鐘寄了後 我沒有回他 可能在 吃飯或洗澡 然後他就會再馬上寄說 老師你有沒有收到 索命連環寄 知道嗎 我覺得好累喔 後來我就想說那就直接開這個啦 我就開一個時間點 然後學生只要寄的時候 我就自動回答說 同學我收到了 同學我收到了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所以我會開一個 Gmail專門給學生教作業用 這樣的話 學生就會知道 那個寄的狀況 那因為他有雲端硬碟的功能 有時候檔案真的很大 像我教多媒體類會有一些網頁 會有一些圖片的 那個設計或是動畫 那都太大 那個 有些學校平台放可能不太適合 我就會請學生直接放他們的雲端硬碟 然後呢 把連結寄給我 後 那我就直接收信這樣就好了 好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用的應用 不一定你要出國玩才能用 這樣知道嗎 我們有時候 對教作業 這好好用 至少是回覆上是方便的 好所以這個可以 老師們可以把它寄下來 好老師你可以 射看看 射開始然後結束 對不要怕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沒有人會進信給你 如果不小心記就算了好不好 你就是在回覆一封信跟他講 不小心我剛才測試 好所以你就可以開一下 第二個休假回覆的部分 好這第二個一定要會的喔 一定要會的喔 好再來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是簽名檔 我以為簽名檔很重要 老師會設簽名檔 簽名檔這個要會喔 雖然我們可能只設一次就不會再設他了 好就固定一次就好 來簽名檔在這喔簽名檔 簽名來往上拉囉 好中間這一塊 這裡好簽名檔 那老師們可以就是 設定你的簽名選這個選項後 你就把你要打的資料放在這裡 好讓我們的 信箱在寄的時候 外寄郵件的部分都會在下方有個簽名檔 那這個已經算是有點 資訊素養的養成啦 就是我們的email上面的那種禮貌性的往返 通常都會加個簽名檔上去 所以老師們可以用一下這個簽名檔的工具 我個人是一定會用因為很重要 所以同仁們全部要求都一定要放 好所以這個老師們 寄信的時候可以使用 好所以這三個部分是我個人覺得 在使用上跟郵件有相關的 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老師們在這個區塊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老師請 丟到哪一個位置對不對 我懂 那個是以前早期的那個規則性啦 Outlook的那個規則性的功能 那他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只能夠把信丟進來後 就丟進來了耶 他並沒有設定規則的功能 目前他不支援規則 所以你變成你要自己手動的方式來分 對丟那個分類了 沒有標籤他也是只是顯示與否而已 對目前還沒有支援到這麼的強 老實說那是Outlook 或是用Exchange Server做的才會有 對這個這一塊就是人家拿來跟Google跟Outlook比較 說優缺點這個是有被拿出來講的 對好 對對對 不夠用的話信就一定要刪耶 對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 通常我們在使用上來講我自己在使用的話我只有兩個動作 一個叫刪除跟封存 我只做這兩件事 什麼意思 那個 我們當然會去分類他 可是分類到最後其實我都會混亂掉 尤其一天的信真的是好幾十封 每天這樣去分他分他我個人也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會先去利用就是 在手機端 因為最方便就是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封存跟刪除 所以如果這封信是垃圾信件 我就只把它刪掉 或是把那個垃圾信件標示 像這個信件有沒有 我可以把它標示到垃圾 他就直接丟到垃圾 因為這是一些電子廣告之類 我就把它丟過去 所以 這個部分的分類你自己做好 他就會都丟到垃圾桶 不然的話你的收件匣裡面都是垃圾 你都沒有去處理他嘛 這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這封信如果他是重要的 就是他是一些真的以後可能會留下來被查的 我就會讓他設封存 那封存的話他就會丟到封存資料夾 OK他會直接丟到封存資料夾裡頭 那當你哪一天需要找這一封信的時候 因為我不分類 所以我都是用搜尋的 很好用 他的搜尋的機制做得非常的好 我就用搜尋的方式去搜尋他 那就會快速的把這一個 信件找出來 所以我自己在管理信件 我再用這兩個概念 就是封存跟刪除的方式 那 當然你封存久了 東西還是一樣會越來越多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封存的部分呢 我自己會 例如說可能過年過節 尤其是春假那時間點比較有空的 我就會來 用搜尋的方式 找出 幾年前的信 2012年以前的信 找到之後全部 看他重不重要 重要的我就會把他留下來 不然的話就一起刪掉 那現在因為take out的功能出來了 所以我會做一件事是 我會先用take out 把他的信件全部都背下來 然後背下來之後呢 我再把例如說可能兩年前的信 一次信的全部把它刪掉 空間才會留出來 不然你空間很難很夠 不夠用 這是我們自己管理的方法 那第二個下策就是付錢 增加空間 對對對 就跟Google買 然後買空間再增加空間 也是一個方式啦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用的 他的搜尋一般都是模糊 就是文字訊的而已 他沒有到附件到那麼強 對 不然就要利用關鍵字的方式看看 可是 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過他的搜尋 是用容量 附件大小 對那這一塊也是會是在outlook比較強 對這邊就沒有 其他的部分呢 老師們 可以把郵件的部分知道一下好不好 好來 所以郵件的部分大概是這幾個工具喔 好那聯絡人的話就是把資料key上去應該這個OK啦 我覺得他沒有太大的特別的部分 所以就把它跳過去 好那我們看一下日曆的部分好不好 日曆 日曆 不好意思因為今天有些女老師喔 我們這裡呀 補充說明 這個背景主題呀 嘿嘿女老師那個心情愉快很重要 對所以這個背景 老師們就是點這個 設定之後的背景主題 男老師也可以心情愉快一下 顏色啊 點一下海洋 然後呢 沒有那個 木紋 好他就變木紋 就這樣 很漂亮 這心情愉快這很重要你知道嗎 就跟上 對 老師們就可以設定一下 如果要輸入那個位置 你可以自己加 像現在夏天到了 你就來個海洋的感覺 雖然 很辛苦每天都要上班不能出國 可是你可以感受一下那個海島的氣氛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錯 欸有 女老師不懂啊 看到人家都有改顏色 都跑來問我說 老師那個怎麼改顏色的 好厲害 沒有啦就點一下布景就有了啦 所以這個 加減 學一下好不好 加減學一下 讓你的 心情愉快一下 那你現在試完之後 下一次你在不同的瀏覽器進來喔 就在不同的電腦進來 他還是會在喔 他是跟著你的個人設定值走的 好所以他還是會在喔 好來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曆囉 好日曆 那日曆老師有在用嗎 沒有 哇所以你們怎麼計行日曆的 紙本嗎 好 紙本是我高中的時候做的事 我從專科開始我就改用那個 以前是那個 Pocky PC 胖 有沒有聽過喔 各位年紀應該跟我差不多吧 好啦比我小啦 胖有聽過嗎 好以前那個胖啊 PAL 胖啊對胖就是以前那個 那叫什麼 PDA啦 以前早期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黑白的呢 我用了兩三台喔 我很早就玩資訊設備 我覺得這是好好用 所以我就把我的筆記本丟了 我全部都是用那個 就是個人數位處理 那一直演化到現在 所以我非常非常依賴形勢力 那個沒有形勢力 我根本不知道明天要幹嘛 所以 所以形勢力 很好用好 那我特別教老師們一下形勢力個人管理的部分應該沒有問題就是如果你要增加新的那個形勢力的話 老師只要點一下後 他馬上可以增加 好 那您記得在增加的時候他分成兩種 一種是活動跟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代辦事項 代辦事項 所以你就可以按一下活動 或是按一下工作 好那假設我來個test 好 那 編輯活動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編輯更細項的一個資訊內容 例如說 地點啊 說明的內容啦 好等等之類的 這邊下面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資訊 那不用打到期沒有關係 但至少第一個主標要有 好然後呢 你的時間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安排 把全天勾勾拿掉 他就會有幾點到幾點的時間 OK後你就按下儲存 好這個地方他就會多了一個 新的 尷尬了我現在要開嗎 好來 他就多了一個新的這個 好這個新的那個選項出來 好所以這是我的個人形勢力的部分 個人的管理啦 那工作的話當然就點一下後選擇工作 就在代辦事項 代辦事項 那我這邊不得不跟各位說明一下 他的代辦事項的話比較陽春 例如說你想要讓他 可以循環 有沒有 循環像我這邊都沒得射循環 他就沒有得射 所以我先隨便打一下喔 然後建立工作 他這邊就有個代辦事項在右側 右側這裡 然後右側這邊會出現的是列表 他的列表 所以你就發現他都沒有那個循環的功能 這個是他比較陽春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搭配著 第三方其他的 那個 形勢力的軟體 再來跟他做結合應用 好不好所以這個知道一下 他的形勢力 他的工作表是比較陽春一點點的 但是 也還OK啦還是可以使用 好所以 基本的個人操作的區塊是這個 OK嗎 代辦事項 To do list 活動就是形勢力的功能 代辦事項是你要做什麼事 那你今天如果早上說要去買 買午餐 買完了就給他勾勾取消 勾勾勾起來就是做完了 To do list 就是代辦事項 他的工作就是代辦事項 他的名稱不叫代辦事項 他叫工作表 很容易混淆的名詞 來工作表 好所以個人使用OK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強大的形勢力 形勢力真的好好用 好你看一下我的左側 左側這裡 好老師有沒有發現有幾個 我的日曆 我的日曆是我這個帳號 自己的日曆 所以我可以開 多個日曆 OK嗎我可以開多個日曆 好然後呢其他日曆是什麼 是別人的 別人的 OK好 所以你看我的這個日曆裡頭呢 這個是我的主要日曆就是現在這個日曆 好工作表就是這個工作表 好所以我個人的活動的跟工作表的 然後生日的話他會去抓你的Google家的朋友們 的生日抓進來 好那你就會 因為他有連動嘛 他的帳號都是連動的 如果對方有一些朋友的話 朋友的生日 就會出現在這個工作表上 那通常都是把它拿掉 因為這樣會太花了 然後下面的部分有分兩種 一種是 算系統提供的 例如說各大 各大城市的節慶資料 那我現在抓進來是台灣的 因為台灣的一些放假日啊什麼的 我就可以把它抓進來用 好然後下面這個英文就是我的另外一個主要帳號 我個人的主要帳號 所以我的自己使用是怎麼用的 我這一個行事曆是給開放給助理用 然後呢 如果他有什麼課 他只要在這個地方加了後 我的主要的這一個 馬上會看得到 好那我要跟各位講一下我是怎麼做出來的 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兩個行事曆互通喔 好 首先呢邏輯是這樣 我的邏輯是這樣 來我說明一下 我們行事曆使用的時候 他的概念是 好 例如說你會自己有一個主要行事曆 這是你的主要的 一個個人的主要行事曆 好 然後呢 我這個主要的行事曆呢 OK 這是我自己的喔 我自己的好 然後這是我的另外一個帳號的 另外一個帳號 那你另外一個帳號當然也可以是 你朋友的或是你家人的 小孩子的都可以 就是 會有兩個帳號嘛 好 然後呢我在我的主要行事曆開一個 例如說 課程 課程的 安排課程的 我開了一個課程的行事曆 好 我開了這個課程行事曆之後呢 我把這個行事曆分享給他 分享給他 分享給他 好 那權限你可以設 他可不可以增加這個行事曆 還是他只能夠看就好 雖然像我們 以前學校的主任跟系辦他們的關係是這樣 主任他就會開了一個行事曆 然後這是系辦的帳號 分享給這個系辦 然後這個分享他的權限喔 只能看喔 唯獨喔 他只能看喔 好 然後呢 當 我們的就是系辦或是秘書們 他們需要 幫院長啦 或是主任加行事曆的時候呢 做什麼 一樣的 這裡呀 就是主任這邊在開一個另外一個其他的另外一個行事曆 但是他的權限就是完整 權限是完整的 他就不會動到他 所以呢在這個帳號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他今天有沒有課 今天有沒有活動 今天有沒有什麼 會要開 然後呢他就可以透過這一個行事曆把資料加回去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開行事曆的 你可以讓人家設定 只能夠看就好 還是呢他有完整的權限 可以去增加 那在 那在主要的這一端 我的行事曆上我只要把這兩個行事曆都打開 我就會看到所有的課程了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好 那您看喔 我回來看一下我的 我以這個行事曆來講 我個人的是這一個 就是以這個主要行事曆來說 好下面這是什麼 這是我真正在用的啦 我真正在用的 我的 我的那個 個人的行事曆 然後我這個行事曆是讓助理看 他幫我排課的時候他要知道我的行事曆 哪些活動要看嘛 他就可以知道哪個地方可以排 哪個地方不能排 可是這個給他看呢 是給他看只有看 全線問題他只有看 我先開給各位看喔 打開 這是我原本的行事曆 我的行事曆的 就很多課程 然後他就只能這樣看而已喔 他只能這樣點 知道說我有沒有課而已 可是他沒有權限去做其他的更動 好就是他要刪除也不行 然後他只能夠複製過來也沒有用 他就只能夠看而已喔 好來 那這樣的話到底設定的方法 是怎麼設的 好怎麼設定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行事曆的部分的右下 右上角有一個齒輪的圖案一樣 也是在這兒 好老師們點進來 好設定 點到設定裡頭 好然後設定進來之後啊 首先上方的有四大工具 一般日曆行動設定跟研究室 有這四種 我們點第二個日曆 日曆好 來下面就會看得到 這是本來的日曆 對本來的行事曆的 好 然後呢來往下一點點 這是別人給我的 你看我的權限只有查看而已 別人分享的 好 好那這個部分 我不是由我分享給他是對方分享給我的 OK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看 我們等一下回到我那個行事曆就知道怎麼分的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呢來 首先我們在上面這個地方呢 我要新增一個新的行事曆來做分享用 所以呢 如果你要新增新的下方有個叫建立新日曆 建立新日曆就點 好例如說這個是 開會的 會議類的 跟會議有關的 好那下面就是行事曆的資訊 就是預設就好 那最重要是往下看 日曆名稱你開完之後往下看 這裡有一個叫做 指定人事 指定人事 好 下面那個信箱就是我原本的 現在這個所在的信箱 所以我的權限是最高的 如果我這個日曆是我開的 我開的喔 我想把這個日曆分享給別人 了解我意思嗎 我開的我要分享給別人 讓別人看到我的日曆 好 那我就輸入對方的email 而對方的email一定要是gmail 他也要本身是gmail的帳號才可以 你不用其他家的 好再來 輸入對方的email之後呢 來權限的部分在這 權限的部分的話 他就有分成這幾種 你可以看見是否有空 就全部都只有 有空 就是忙碌 忙碌忙碌 完全看不到細項 只是讓你知道我有沒有空而已 但是你看不到我要做什麼 OK好這是 是否有空 好然後查看所有的 是上面這個 可不可以變更 好然後 可不可以管理共用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的權限是最高的 你就讓他管理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形勢力是重要的 你不想讓人家動 你只是想讓西班看 讓他們知道就好 那你就是用 只能夠查看所有活動的詳細資訊 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就只能夠看你幾點到幾點的時間 或是去哪個地方開會等等之類的 這樣就夠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齁 所以 你要由你的來分享給別人 那老師這邊要注意喔 假設你們要玩這種分享的機制的話 就是 我是owner 我開了權限給你們 對不對 然後你們是可以管理共用 好 哪一天如果我們兩個吵架的時候 我可以決定拿掉 但你不行 聽懂我意思嗎 好他有那個所有權人的問題 所以哪一天是 你分享給我的時候 權限就在你手上 那你取消了 我就看不到 了解意思嗎 好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再第二個重點是 我單方面的 我想要把我的行事力分享給你們 Google很可愛餒 他不會問你們 要不要 聽懂嗎 他會認為說 我分享給你已經對你很好了 現在是怎樣 我分享給你們喔 所以呢你們 竟然就是沒有決定權 你的行事力自然就會出現 李彥秋的行事力 真的真的就會自動出現喔 好 那會造成困擾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如果你 我就不想 我就不想看你的行事力 沒有關係 你的裡面可以把它取消 你們可以取消 這樣知道嗎 只是說 在分享行事力這一塊很特別是 我分了 你就是強迫被接受 他不會問你要不要這件事情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一分就馬上都會有 好所以這個邏輯知道一下 好來所以 以我的方向去開行事力 然後分享給別人這樣的邏輯 聽得懂喔 會喔 那再往下看一下還有一個喔 我先把這個行事力建立一下好了 我沒有分享好來 我們左側等他一下下 他會多了一個開會的行事力 所以當我在建立 新活動的時候 記得喔 這裡 就要選喔 記得不要開錯了 你在幫人家建活動 或是你自己在建的時候 你這個活動是你們家族聚會 你希望建在你跟你先生共用那個行事力上 OK那你這個地方就要選 Family的 或是家族之類的 那如果是跟你工作有關的 你就用工作 那跟什麼行政的部分有關的 你就把它開到行政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分類的 好可以分 不要混在一起喔 像我們的助理很可愛 助理有我的那個共用嘛 我們有一個共用是給 請他幫我排課的 我常常喔 在我那個 就是助理給我那個行事力上 我要檢查他有沒有 幫我排一些什麼新的課 我要加到我的行事力裡面 我常常看到 他去聚餐 就是他就下面就寫 晚上8點鬥牛 是真的好幾次喔 晚上8 幾點去精華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個是有人要找我去吃飯 還是你自己要去吃飯 原來都是他要去吃飯 他要去聚餐 可是他弄錯行事力 所以我常常就會說到 奇怪我們沒有排要去 吃東西的 為什麼會那個吃東西 都他的啦 對 所以你自己排的時候你不要弄錯 因為你弄錯的話你的對方就會看得到 所以這個也要小心一點點 不然會 會很好笑 所以這裡這裡注意一下 這裡 行事力的部分 你在安排上面 你自己要搞清楚 這樣OK吧 行事力 那另外的話 像下面這裡 其他日曆這個 先不要管這個 先看上面 我現在加了一個台灣的節慶假日喔 這怎麼進來的 好來我們看一下 一樣到剛才的 設定 好 到日曆囉 好 我在日曆的地方之後 我們往下看喔 下方的地方有沒有看到這裡 其他日曆 其他的 好然後右側往右邊看有沒有看到 瀏覽有趣的日曆 有趣的日曆你點他 好 他這邊就是他給你的 各國的 日曆 你看 什麼基督教假日啊 什麼猶太教假日有沒有 他好多好多國家的 那 還有中國的這邊都有喔 所以老師們如果你有需要的時候你可以進來 裡面就有個台灣的喔 有個台灣的 你可以把台灣的加進來還不錯喔 他會跟你講東武解放幾天 清明解放幾天 很好用喔 而且他是每年都會自己加喔 然後春節放幾天他是跟人事行政局走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查資料他就直接幫你加了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好就是台灣的你可以把自己加上來 那怎麼加進來呢 旁邊有個叫訂閱 看到沒 訂閱你就點他他就把他加進來了 好所以這是形勢力上面 你可以玩這種有趣的形勢力 那 這種形勢力的部分的話呢 像有些那個追星組啊 有些那個明星們他們就用一個他們自己的形勢力 那你就可以把他加在你自己的 他每天去哪裡的活動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所以這是 有趣的日曆還沒有蠻有趣的可以自己玩一下 好來所以到目前為止的邏輯都聽得懂喔 都可以好所以這是我們形勢力的一個使用方法好 那來 我怎麼樣把我的形勢力現在正在用的這個形勢力分享給另外一個人 我們剛是建立一個新的 建立一個新的 好那現在正在用的呢或已經是建立好的在這裡喔 現在正在用或是用好的就是設定一樣在設定好 好老師到日曆OK 我剛教你們的方法是自己開一個新的 沒錯吧 好 您進來之後呢 是新的那當然可以在新的時候就加人了 另外呢已經存在的 例如說這是存在的 這個是存在著 好當他本身是存在的時候呢 我要看一下我這個日曆到底分享給誰過 我要分享給誰 曾經給誰過 我要去檢查的話 好做法是你先點這個形勢力點他進去 點他進去 這要會喔因為很多人不會 點進來之後呢到上面這裡有三顆 日曆的詳細資料 共用詞資料 此日曆跟編輯通知 老師按第二顆 共用此日曆 OK嗎 進來之後你就會知道你的形勢力 分享給誰了 list都在這 那這有的意思嗎 list都在這 所以你久久你家自己回來檢視一下喔 那我說明一個案例 這是真實的喔 我有一個國中同學一個女生 她 資訊能力蠻糟的 就是 很不熟 然後呢 她有一天突然跟我問了一件事情 她跟我說 很奇怪 她以前分手的男朋友 為什麼會常常出現在她 就是跟人家約好的地方 可是她又不懂為什麼 都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 我就說你沒有 你有跟她聯絡嗎 或是說你們有有透露 或是說你在FB上有打卡之類的嗎 她說都沒有耶 然後就跟我說 可是 唯一會知道她的行程的 就是Google行事裡 然後就跟我說 她 她有研究說為什麼會 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因為還蠻困擾的 因為人都一直出現 可是明明就已經是分手了 然後怕會有一些狀況 就是會有一些危險什麼 什麼出現 然後就跟我說 她唯一的 也的 她可能覺得 是Google行事裡 所以後來她就跟我說 她就開始把她的Google行事裡用代碼 什麼意思 平常不是會寫說 經典要去哪裡吃飯嗎 沒有 她都自己用代碼 編代碼 然後她發現她編了代碼之後 人就慢慢的 她有幾天故意編代碼 就讓她 別人看不懂的 然後有幾天是正常的那個文字 那個正常的文字男生就會出現 然後那個 另外一個時間點男生就不見 然後就跟我說好神奇喔 我說不 這不是太神奇 這是你笨 好不好 為什麼 我問她說你Google行事裡是誰幫你弄的 她說就是那個男的幫她弄的 真的 所以我說你現在馬上開手機給我看 然後把那個行事裡打開 我一進來查 馬上發現 男方是 完整權限 還在 完全可以看得到她的行事裡 這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女孩子 女老師要學起來 別的共用行事裡 你自己進來看 如果有人動過你的 你要知道 你的行事裡到底分享給誰呀 知道嗎 那如果你不想要分享給他了 你就後面這邊 就是你可以把他的權限拿掉 或者乾脆移除掉 移除很小喔 在這裡 移除 你可以把他移掉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所以如果你發現不明的email 你一定要把他移掉 當然這太危險了 因為你行事裡全部都供諸於事 大家都知道 這樣OK吧 所以這個記得 你可以把他移掉 好再來 那我剛講的 那如果有人 硬是要 就是分享行事裡給你呀 怎麼辦 你要避免這困擾怎麼辦 來我們到設定 設定進來之後一樣到日曆喔 還是在日曆中 老師在下面這兒 你就會看得到 或是上面不一定 如果對方開給你的權限是完整的 會在上面看得到 如果開給你也是只有看 或是在下面 但不管你就找一下 一定有一個是 不是你的行事裡的 是別人的 那怎麼辦呢 顯示於清單 你可以把它拿掉 你不要顯示 不要顯示 為什麼要看到你的行事裡 我就不想看嘛 這樣知道嗎 或者是 取消訂閱 取消訂閱 他從此消失 這樣知道嗎 可是你記得喔 如果這是 就是會吵架的 例如說我今天生氣 我給他取消訂閱 哪一天你沒有復合的時候 你要求他喔 你要求他分享行事裡給你喔 因為你取消了 所以我之前有跟我先吵架 我的方法都是給他 勾勾拿掉 我沒有種 我不敢給他取消 我都直接把勾勾拿掉 哪一天心情好 就把他交回來 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那個規則性的觀念 不然的話 你們會 有點母煞煞 所以這個取消就取消囉 你要求對方才能再分給你喔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 這個是行事裡的管理 那老師要搞清楚 因為現在 太方便了 那一旦有你的帳號的人拿進來 他就可以去動這些東西 所以你要自己小心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共享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共享的時候 假設呢我有一個家族的行事裡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聚餐或是 吃飯的時候 我家在行事裡裡面 我先生怎麼會知道我有家 他不知道啊 對不對 除非他沒事一直看行事裡 才發現今天有多一個新的呀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是共用行事裡的 共享行事裡的做法 對方有家你是不知道的 那我怎麼樣才會知道 很簡單 來例如說 這個主要行事裡 我跟人家共享的 你點進去 上面這有個叫 編輯通知 很好用 一旦 有新活動 變更 取消 後面勾勾都給他勾起來 電子郵件 什麼意思 一旦這個行事裡有被動到 你會馬上收到信 很好用 所以呢 我就怕我那個天兵的助理 你每次都給我搞那個 奇怪的小 就是不小心吐嘴有沒有 所以我都會勾 那個通知 一旦他幫我排了一個新課 他會忘記跟我講 他有排課 我的email馬上會收到 那我就可以去檢視一下我的行事裡 看一下他有沒有排錯 或是說時間剛好跟其他學校 double到的時候 我就會去review一下 這個地方很好用 電子郵件你可以把他勾起來 好新增 好那 設定的時候的話 你只要有改他馬上就會收到 這樣OK吧 好所以這一些呢 都是在日曆上面使用 尤其是在共用的機制 功能的位置他有點 會亂跳啦 所以老師們可能注意一下下好不好 那我們邏輯歸納一下 盡量設定裡頭之後 好到旁邊的日曆 日曆選單中好 在這個選單中老師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所有的日曆 不管你增加的 別人給你的 增加的趣味的日曆 這三種通通都會在 好然後這些日曆呢 如果你要看得到的 你就讓他顯示在清單 你不想看到的勾勾拿掉即可 你這個實力你不要了 你就取消訂閱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是日曆的管理上面 那針對每一個日曆中 你想要知道這個日曆到底被誰分享了 有誰 共用了 好你只要點了這個日曆的名稱點進去 到上面的共用此日曆 可以單獨的檢視 你這個日曆中有誰是跟你一起共享的 那如果你是所有權人 你就可以去處理要不要新增 要不要把他的權限 處理掉 甚至於後面可以把它刪掉 這樣OK嗎 好 再來 針對這個共享的形式 如果你要知道他們的通知的狀況 上頭有個編輯通知 編輯通知 好 進來後呢你就可以到這個地方去設定 一旦對方有做了跟動 你也會馬上收到email 這樣OK吧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 整個界面的處理方式喔 那老師們可能就是習慣一下下 他的那個日曆的呈現的一個概念 好所以以上的部分是 日曆 工作 聯絡人 跟郵件的部分 我們大概花一個小時的部分大概說明一下一下 有問題嗎 個人使用的區塊 有任何問題舉手 都沒有喔很好因為我們要下課10分鐘好不好 來下課休息一下 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問喔 使用手機平板 所以我覺得手機平板的App其實也很重要 我們可以在PC端使用這麼多的Google的服務喔 那我們在手機平板上能不能 一樣可以享有這些便捷的功能好這還蠻重要的來 我推薦幾個我個人在使用 那我死費過我覺得 真的不錯好不好 介紹一下 好來 那Android跟iOS我都會講一下下 就是如果在使用上的話 老師們可以怎麼做 那以剛才我們所介紹的 郵件工作表 行事類 好然後還有剛才聯絡人的部分的話 聯絡人當然不用管 因為就是 載下來在手機打電話那就OK了嘛 那我們看一下郵件這一塊 郵件 如果以郵件軟體來講 那我個人是覺得 Android的部分 你就直接裝 Gmail的那個App 就很好用的 我覺得他本身的Gmail就做得很好 因為Android它是開放信系統 所以他的 該假檔的功能 等等我覺得他已經做得還蠻完整 可是呢在iOS中 就是Apple的設備 那個郵件軟體實在是有夠難用的 我從用了 那個iPhone後我從來沒有用過他們家的郵件軟體 因為真的很難用 什麼叫很難用 假檔只能夾圖片是怎麼回事啊 那我要夾檔案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有經過了循循密密後 我又找到 一套我自己個人超級無敵喜歡的工具 去年前年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狂推那個產品那也是免費的 我記得是A開頭的忘記了名字 然後後來呢突然某一天 我在看那個電子報的時候發現 微軟出了新的 Email的軟體 而且他的介面竟然長得跟我喜歡 我現在正在用的那一套一模一樣 我想說怎麼可能 然後大家就一直狂推狂推 不對啊那個就是我在用的那一套啊 我馬上Google去查後發現 人家原來微軟的眼光跟我是一樣的 因為他把那公司給買下來了 然後買下來之後把那個郵件軟體改名字 變成Outlook 但是 所有的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哪一套 我切一下喔 謝謝 現在是我的 手機端嗎 OK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來 老師們看一下我的那個 介面上有沒有看到一個Outlook的選項 右下角 我的螢幕上嗎 右下角 這一個 這個Outlook的選項你點進來 好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套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看喔 他這是一般的Email對不對 Email最重要是什麼 不要跟我講搜發郵件喔 你每一套都可以做得到喔 最重要的是 我收到這一封Email之後 我怎麼樣可以去把我其他雲端硬碟中的檔案 假檔擠出去 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我的 工作性質的關係 我不會一直在辦公室 我都是在外面跑來跑去 所以我必須要把我的一些教學的檔案放在Dropbox 放在Google雲端 放在Box 還有放在那個微軟的雲端 那我都會用喔 我不是只用一套 我是都用 為什麼 因為交不同軟體 我都要都測 然後呢 我每一個雲端硬碟的功能不一樣 例如我用平板寫電子書 我一定丟Box 我喜歡看一些書 跟用那個筆記 那因為筆記跟書的檔案偏大 BOX這套這是一個雲端空間 因為它是英文版 台灣比較少人在用 那一申請就是50G 夠吧 50G G呢 好好用 所以我趕快去申請 然後呢我只要是 因為以前唸書的時候的筆記 錄音檔 我讓它馬上即時同步到Box 所以我只要一下課東西就放到Box 我也不用擔心我的 載具有問題的時候 東西會不會不見 所以我的電子書 跟我的筆記還有錄音檔 我一定會丟Box 好 平常教學使用的一些文件 我是放在Drobux 好 然後呢Google類型的東西 就是放一些Google的 元件的東西 我就會放Google 所以我會分類 我有分類的 那 這一套工具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在哪裡 你看下面這裡 它有郵件 形式力 檔案 人員跟設定 好那重點是 當我在寄信的時候 來門記憶封信喔 我在寄信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是 這裡 這些東西 做什麼 夾檔 你看我點它 它是目前在iOS裡頭 它可以夾這麼多檔案 相片 那你看我從檔案選取點它 它可以讓我選 我的Box 我的 One device 就是那個Google的雲端硬碟 再往上 我的 而且我還有好多帳號 我光是Jobox 就兩三個 它全部都可以包進來 所以你看這是我的Jobox 然後這是我的雲端 那個 Gmail的 所以 沒有一套工具喔 某郵件軟體 竟然可以都吃 所有的 雲端的那個 那個服務 它可以全部吃 那這套工具我有去搜尋一下 目前Android 還不完整 Android好像只有預覽版 但沒有到那完整 iOS在去年推 今年初 我記得是過年的時候 我發現的 那個公司被收購下來了 好所以 它這個地方的好處是 它可以結合我們現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檔案都放在雲端 然後透過它來做連結的概念 要理解我意思吧 那它當然不是夾過來 它還是用那個 網址 但是也OK 對方只要點了那個網址 就一樣可以下載 所以 我很推這套郵件軟體 然後它 再來在使用郵件上面啊 像例如說我發現這一封信 我要使用 好 拉過來就是刪除 過去就是封存 我們剛教的 好刪除跟封存 它也很好使用 那我是不管你信件的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 找信的時候我就搜尋 我就用搜尋的 我就會很快速找到我要的信件 好那 再來這套工具的話 它還可以在旁邊點一下 旁邊那個箭頭那裡點一下 它可以設帳戶 你看 我把我公司信箱放進來了 我把我個人信箱放進來了 所以它可以放多個信箱 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讓多個信 像我們剛才講你轉記 如果你不想設轉記 沒有關係 你就把信都設在這裡 那它可以透過所有 帳戶那個收件夾一點 所有的信全部都出來 那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套會比 iOS它內建的還要好 那老師們如果是用Android的 請你就是直接 Android的Gmail就好 我檢查過了 它最好用 其他也就不用改了 這樣OK嗎 好這個 注意一下 好再來第二個 切回來 來 所以我這邊有列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 iPad也可以裝啦 然後手機也可以裝 你就是選這一個 Outlook就這一套 它現在目前是free的 免費的 老師們就可以下載 所以你是Apple的載具的 這就非常的好用 所以這裡可以跟老師 推薦一下 這個Outlook的工具 好再來呢 行事例的話呢 Android的部分 我比較推這一套 JORTE 它也是免費的 那我覺得這一套 我很喜歡在Android使用的 原因是 第一個 它可以把工作 工作表載進來 有些行事例是不包工作表的喔 你工作表要另外喔 我覺得好麻煩喔 我喜歡在一個界面中看到工作表完完整整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使用行事例有個人偏好 什麼偏好 我喜歡用月檢視 因為整個月份看會很清楚 我喜歡用月檢視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習慣 那它 都支援 它支援 週 支援日 好支援 整個月份 所以我覺得它的 支援度是非常好 你看它這樣整個月份的 很清楚 很清楚 這樣 你就看得到每一個細項的那個內容 有些行事例是這裡唷 不會出現文字 它只出現一個大 你是在看什麼 變成我排課很麻煩耶 我都還給它點一下 我才知道我今天有沒有課 有時候出去玩你還是在家 麻煩 所以我喜歡一次看到有字的 那個習慣上會比較好 那再來Android它有個好處是 它可以把這樣的行事例放在桌面 對不對 所以你的桌面就可以設的很彈性 我可以看到我這一週的 我可以看到這一個月份 或是看兩週的 我覺得這套做得非常好 比內建 Google可惜就是它的內建行事例很爛 所以我覺得這套非常的好用 那這一套的話呢 iOS也可以裝 但我發現有一個bug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因為我的行事例檔案很多 我的資料很多 所以呢 iOS在用的時候 它要去呼叫那個Google的速度很慢 所以等於是我一進去 它就要等一下下 才會把我的行事例都秀出來 所以我的iOS我是不用它的 可是我的Android的平板 我就用這一套 這樣OK吧 所以老師們有興趣可以裝一下 不用錢的 免費的 很好用 經過我的surfing過 你一定會相信它真的很好用 所以可以裝一下這個 JORT 那 iOS也有啦 可是我個人是沒有在用 那我iOS用什麼呢 不好意思 它可了解 iOS我個人用是用這一套 這個 這一套 我自己在用的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我是試用過後 我才買的 那它有免費版 我已經忘記免費版跟它的差別在哪裡 同一家公司出的 來隔壁這是免費版 這一個 這是免費版 我一開始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用免費版 然後突然喔 有一天它現免了 什麼叫現免 就是那一天不用錢 我再趕快去下載 那那一套本來是6.99 是不是剛剛看的6點多 對不對 對啊 6.99 7嘛 200多塊嘛 那 突然間那一天佛心來著 它現免 我就給它下載 那我就沒有花錢買 所以如果你是買正式版是要錢 那我忘記試用版差在哪裡 廣告還是什麼 忘記了 因為我用了一陣子了 那這一套我比較喜歡 所以我覺得它的穩定度比較夠 就是比較不會像 剛才的那一套工區 它會 比較有那種 就是抓的那個速度的問題 那給老師們看一下 介面 好來 這裡這一套 這個這是我最喜歡的 好那為什麼喜歡它 來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教各位用那個 形勢力的方式可以開很多人的形勢力嗎 它就可以看啦 你看我點它後 它可以讓我看 這個 list的 對的啦 那我最喜歡是因為它跟我的工作 工作事項結合在一起 我就會知道我哪一天要幹嘛 它可以放在 整個月份的 你看 我這邊就會有 我把 像這個 我要訂票的 要去花蓮上課我就要先訂票 我就把工作放在這 然後它就會看得到 那一般IOS的形勢力有很多它是不放工作的 所以我的形勢力一定要跟 工作表結合 這是我的習慣 我一定會找跟工作表有關的 那我在呈現上我就很方便 然後再來呢因為我們有多個形勢力的關係 所以你看 我形勢力很多耶 你看我有 公司記帳用的 然後又有個人私人就是不要你們看的 更私人的部分 我真的要出去玩的 然後講師的啦或是什麼的 我這邊就會分得更細 然後工作表在這 所以我如果現在想要看 例如說講師群的 看公司其他講師今天去哪裡上課的 關掉 我就會看得到 而且它是用藍色 有沒有看到 它用藍色的方式來顯示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形勢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我自己在用的 那我的平板跟 IOS就是我的手機都是用這一套 所以在郵件形勢力上面 其實 內建有內建的好 但是 內建有些還是真的不好用 好推薦一下 在我這幾年玩下來 我用過這麼多套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相信我 不是葉佩文 你知道嗎 葉佩文都是人家說 這個好每個 你就看那部落格 每個都好騙人啦 我每一套就給他射了 兩分鐘就把它刪了 有夠難用的 所以不是每一套都好的 相信老師我介紹的APP 一定是最棒的 因為我自己 好好有很努力用力的在研究它 好所以這邊OK囉 來 那我們再換下一個議題囉 好先關掉囉 需要老師可以自己記 那有任何APP的 需要也可以跟我講 例如說你想要哪一塊 哪方面的可以推薦軟體的 我還蠻熟的好 就是大家可以來做討論 好來 再來 下一個重點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進行下一個囉 好 圓端硬碟 好 圓端硬碟 好 那圓端硬碟的話 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到 編輯的那一個區塊 那圓端硬碟的部分的話 老師們可能就是 注意一下 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 第一個啦 最多最多 就是拿來當倉儲使用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我的 資料 丟上去 當倉儲的部分來用 好 那 再來呢 倉儲的部分只是放資料囉 好 再來第二個 我們怎麼去管理它 以及共享它 好我只能把檔案分享出去 這個對老師們也很好用 尤其 有一些學校真的是 電腦教師 毒哭 知道嗎 那隨身硬碟一上 哇 回去就中毒 結果我到各校上課 那個隨身硬碟一天到晚都要壞 我當然壞一年壞一顆硬碟喔 頻率之高耶 所以我很怕死 我們家的那個大顆硬碟有三到四顆 然後我每一顆都背一樣的 因為檔案只要一回我就完了 我要花好多的時間重寫講義 我很怕 我最怕死了 所以我那一定背很多 因為學校的硬碟 也真的太恐怖了 電腦一插進去 哇整個就會中毒 所以呢放雲端也有好處啦 理論上是不用 不怕那個毒的問題 因為毒是對方主機會處理嘛 對所以 雲端一點可以善用 善用它 好來那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部分怎麼用 那 這裡的使用方式呢 就只有Google最特別 所以我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Google很特別 什麼意思呢 來我們來看喔 首先呢我們先回來到 OK來我到我的郵件軟體喔 那我們要到雲端一點怎麼去呢 好 好點一下右上角的九宮格 九宮格的地方呢 老師們就會看得到 雲端硬碟 點他 好他就會拆 切換到雲端硬碟的界面 好把我的信箱先關掉 來這就是雲端硬碟 這個地方是雲端硬碟 好然後進來之後的這個界面 老師一開始可能會 看起來有點 有點無三三有沒有 這是新界面喔 左側的部分是他的功能 功能設定 分類都在左側 好 那中間就是所有的檔案的 列表 當你點了某一個檔案的時候 或者是你最近做過的 歷程紀錄 在右側 所以他分三區 而且嗎 分三區好 那中間這區很多老師都看不 那這個時候勒你可以這麼 改 改成這樣 清單解釋 這樣看過不 比較清楚對不對 對我個人也是用清單解釋 這個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個人這個就可以點這個 格狀解釋 清單解釋 OK嗎你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來 右側這個可以把它關掉沒有關係 這樣就比較 比較好 預覽 就跟我們一般的檔案總管是相同的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雲端硬碟的部分啊 雲端硬碟的話通常老師們就要學習怎麼把東西丟上去 就把它丟上去好 那這裡的話呢來首先 我們如果需要使用的時候有兩個做法 我在這個界面中呢我們可以看一下左下角有沒有看到已使用多少空間 這裡 你的空間的容量左下角可以看得到好 那我怎麼把資料上傳到雲端硬碟中來 作為倉儲 怎麼把它上傳上來 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呢利用 把它傳上去 利用上傳的方式直接透過web版的界面 把檔案傳上去 這樣聽懂嗎 第二個方法 到右側的設定 下載雲端硬碟的軟體 好 到右邊的設定的地方去下載雲端硬碟的軟體 它會裝在您的電腦中 然後你在電腦裡面你只要開資料夾把東西丟進去 這樣就OK了 知道嗎 所以這兩種都是可以讓你上傳的一個方法 到目前為甚麼問題 可以啦蠻簡單的喔 好 重點來了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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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說三次 是不是 很重要 什麼意思 老師你沒有丟東西的時候 拜託想清楚 好 Google它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它的 格式 有沒有 Google本身在上傳資料的時候 來我們看看新增檔案 Google它自己的新增檔案 它有分成這幾種格式 那當然以我們最常見的部分來講 就是 如果是Word 當然就是所謂的文件 文件就是Word 對不對 然後呢 試算表就是Excel 簡報就是PowerPoint 有沒有 這三套來講 是我們最常見的 老師OK吧 這三套是我們最常見的 好 那 我在上傳資料的時候 你們傳的絕對不是Google的文件 你們傳的是誰的 微軟搭 對啊你們有在桌面 開過Google文件嗎 沒有吧 Google文件到雲端邊 你在桌面上傳的是不是都是微軟搭 好 那微軟上傳一定是Word的Excel PowerPoint 記得喔 因為格式不同的關係 記得因為格式不同的關係 如果你用的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利用下載雲端硬碟的軟體 直接把檔案 丟到那個資料夾裡頭 讓它傳上來的話 保持 原格式 也就是你傳上去的格式是誰 還是Word Excel PowerPoint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還是Word也是有PowerPoint 好 再來 如果你是透過我們這一個上傳的方式 傳上去的 你就可以選囉 你可以選擇我傳的時候要傳Office的格式 還是要傳Google的格式 老師聽得懂的意思嗎 你就可以選囉 好來 差在哪裡 我如果傳Office的格式 你們都會問 老師那我現在傳Office的格式傳上去了 能不能線上編輯 對不對 Google就是強調它可以線上編輯嘛 再來第二個 我傳上去是微軟的格式 那它如果把我轉成了Google的格式後 我下載了 我怎麼給學生啊 對不對 好來這邊注意一下一下 這個觀念要搞清楚 在 我們現在是雲端硬碟 你可以放東西上去 所以你丟上去的檔案 可以是保持原格式 可以是Word Excel PowerPoint 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你丟上去後 相對的就會延伸出 之後怎麼辦 對不對 當我把檔案丟上去之後呢 如果我想要在線上可以編輯 線上可以編輯 它要求檔案格式要轉 要轉成 Google文件 Google試算表跟Google簡報 它要轉檔 轉格式 轉了後才能編輯 OK嗎 記得 線上編輯一定要轉 一定要轉 這第一個 好再來 那如果我不編呢 我就是把它當倉儲用 我就放上去就好了 我再分享給學生 不就好了嗎 也OK 不反對 也OK 這樣知道嗎 那一旦你編輯了後 它是不是轉成文件試算表跟簡報了 我怎麼分享給學生 沒有關係 下載的時候 還可以再轉回 Office 聽懂嗎 還可以再轉回Office 所以在檔案共享的部分 它的機制做得很好 只是你們要搞清楚 需要線上編輯的 需要線上編輯的 就一定要是Google文件 解釋 解釋喔 好 那如果是放上去的 再分享出去的 它都還可以分享成不同的格式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老師OK喔 這要搞清楚喔 好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上傳 好不好 怎麼上傳 好 來假設我現在上傳一個簡報檔 來 我們在桌面上 好就用這個 我這個簡報檔喔 我把它傳上去 好所以呢 我怎麼傳 我進來之後 選擇上頭的 雲段硬碟 上傳檔案 好 然後呢我就選桌面 找剛才的PowerPoint 這個PowerPoint 來開啟 好 借過一下 它現在就在傳了有沒有看到 它現在在傳輸 傳輸上去之後 檔案就上去了 那我要教你們看喔 它到底傳上去之後啊 是什麼樣的格式 來先關掉它已經傳完了 好我們看一下檔案 來 是這一個 沒錯吧 最下面那一個 老師OK喔有看到喔 來請問 這個格式是什麼 PowerPoint還是Google的簡報 這一個 PowerPoint看圖案 它前面會出現一個P 副檔名單也可以啦 P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Google文件 你要看圖案 看圖案 所以如果是他們加自己的 是方塊式的 Excel 然後Word是一個 藍色的方塊 那如果你傳上去的Excel 它是一個 Excel的E 然後Word會是個W 聽懂喔 看圖案就好 看圖案 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您現在上傳的格式 是屬於哪一種格式 好來 那如果喔 如果我們現在傳上去的 像這一個 數位價財的PPT 這一個喔 我點它 點一下 來我們先點進去 等一下 點當 好如果我點進去這一個檔案裡頭 好 它是不是直接就讓我編了 有沒有看到它編輯了耶 好來我們看看下面這一個 點它 它有編嗎 沒有 這叫預覽 了解嗎 這叫預覽 如果你要編呢 上頭有個叫編輯 然後呢 它就問你說那你要怎麼編它 它不會讓你預設編 如果你選這個Google簡報 它就轉檔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就把它轉掉 轉成Google簡報的格式 然後才拿進來編 所以這個可能注意一下下 就是你在線上編輯的時候 那個格式是有差的 你看現在把它轉過了 轉過來它就可以編輯了 這樣了解喔 那現在比較好用是新版的部分 它有做了加強 我在 之前在使用的時候 轉檔這件事是上傳的時候就要決定了 知道嗎 你上傳的時候如果 傳的是PowerPoint 那你要編輯它 你要重傳一次 因為它是透過傳 它是透過傳檔的時候 去決定它的格式 那現在這個版本比較好是 你只要都放上去了 它一旦要呼叫編輯的時候 它就會去轉檔 我覺得這是比較實用 而且比較符合邏輯性 那使用者就不用去管說 我現在檔案進去的時候 哪一個可以編哪一個不能編 這樣老師聽得懂嗎 但重點就是說 如果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要記得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進來的時候 擦擦按掉一下 好 為什麼你看已經做了兩個 有沒有看到 副本出來了 這是我剛傳的 編的時候它是幫我轉過來了 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你們只要搞清楚 聽懂喔 只要搞清楚說 為什麼有些點進去啊 馬上編耶 而有些點進去 是先出現這個才編 來做的意思嗎 差在哪裡 格式的問題 OK吧 這個我跟你們說明一下 是差在格式的問題 所以 這是他們在這三套工具上來講的 主要的差別 好所以 傳檔這件事OK吧 倉儲的概念 跟線上編輯 都沒問題喔 好來 那這邊的話呢 編輯的部分我不太想講太多說 就是 好先關掉一下 老師你看喔 編輯 就 PowerPoint嘛 有沒有 你就把這些功能加一加 使用一下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就不用太花時間去教學 因為就是 比較簡單喔 來比較重要的是什麼 編完之後 老師就是直接打 打完之後 你就可以 關掉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 就是關掉就好 他會直接做儲存 因為他這邊會有時間 他會有時間 他會自動儲存 好所以就不用擔心說 你編一編是不是 按什麼存檔鍵之類的 不用 你就把它 存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離開就好他就會存起來了 OK 離開他就會存起來了 這邏輯知道一下 好來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部分是 分享 分享 當我們把這一個檔案傳上去之後 我怎麼樣跟學生們來共用 知道嗎 怎麼分享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好 如果是在Email裡面 好如果是在Email裡面 那其實Email在假檔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雲端硬碟 選了後 他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檔案就丟上去了 這樣知道嗎 這是在那個假檔上好用的地方 所以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 切一下 好 假設我們現在在信件裡頭 如果我要假檔 我剛剛有提到一下 我就點下面這種假檔的功能 回問真 從檔案選擇 好找到我的 雲端硬碟 點進去 他就會點到我的雲端硬碟裡頭 找到雲端硬碟的資料 好那如果我現在想要加哪一個檔案的時候 例如說 好我要加 這一個 個人簡歷的部分好了 這個沒關係 你就按附加 好他檔案就會加上來 他會自動產生連結 假檔就可以丟出去了 所以這個在Android上的使用 Gmail的使用也是這樣 那IAS的話 如果你用Outlook 也是這樣用的 知道意思嗎 所以在Email端 如果你要把這一封信寄給別人 你用假的 概念就好 這個比較簡單 大家有意思 你就不用特地到雲端硬碟去 把那個檔案做什麼樣的分享 好 那如果是在這裡呢 如果在這個環境中 好 在這個環境的時候呢 我們如果要夾檔 我等一下要教你們怎麼用 我們繼續把手機講一下 那手機端位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老師寄Email的時候出去 需要夾檔 那你就透過Email的軟體 選雲端硬碟 直接夾出去 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第一種 好在第二種 我們現在不是用即時通訊 或者是用FB 或是用其他的一些平台 老師要把你的檔案分享的時候呢 來你的載具上面記得裝一下 Google的雲端硬碟 有這個軟體 Google雲端硬碟 就是你去找雲端硬碟就好了 會找得到 App Google雲端硬碟 好那例如說我現在在Google雲端硬碟裡頭 圖案是這一顆 Google的雲端硬碟就點進去 好 然後進來之後呢 我現在的方法是 我要從這邊 Google雲端硬碟找到我要夾檔的檔案 夾的檔案 然後把那一個檔案 分享給別人 例如說我可能貼到我的 那個Line的群組好了 可以貼出去給別人 透過那個連結貼出去 而不是透過Email 好那我要怎麼做呢 來 你先找檔案例如說 好就這個好 我要夾在這個檔案囉 旁邊是有個金碳號的圖 金碳號對 金碳號的圖案 這個 這是I啊對不起 I的符號 你就點一下這個I的符號 點它 好 它就會出現 一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裡頭就會問你說 你要針對這一個 這是簡歷齁 你要針對這封文件裡面 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這邊就有個功能叫取得連結 取得連結 老師按它一下 取得連結 好 它就會跟你說已經複製到 剪貼部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去開 任何的軟體 包含信件都可以 我看信件好了 開任何的軟體 我只要在 空白處 貼上 貼上去 好連結就上去了 Enter就好了 那我這個寄出去對方點到這個信的時候 就是連到那個 檔案直接下載了 老師聽不聽得懂 這個很實用喔 你們以後用的機率很高是這個 你們反而還不是到 電腦端喔 是透過手機喔 好所以有帶 手機的可以試一下 裝一下雲端硬碟的那個App 那 介面差不多是這樣 我記得平板跟那個 手機是差不多的 你就是每一個檔案點它後 都有這樣的一個工具可以使用 好那這個OK後就把它刷回去 那就可以再找別的 例如說我們要 檔案的像我這邊有個ZIP檔 這是檔案的 一樣一樣好 按一下 後面的I的符號 檔案出現 所以它不一定是要他們本身的文件 那我只是把它拿來做倉儲 所以你可以放PDF檔 你可以放任何的壓縮檔 那這個有意思嗎 好 那一樣的 這裡取得連結 取得連結 就這個連結檔了 這樣有沒有 好所以這個 好好用 好因為這很實用 好那我們回到電腦端 好 那回到電腦端後啊 電腦端怎麼來分享呢 其實方法是一樣的 好如果老師們的 工作的性質啊 都是在電腦端的時候 好一樣好 我們到這裡來後 例如說這兩個檔案我想要分享 那 好 我們只要點了它之後啊 點了它後 上方這 還有更多動作有沒有 這邊都有一些選項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啦 然後這裡有一個 看一下共用 共用 我看一下共用 好 好用這個好了來 我先取消一下 好重來一次 你點的這個檔案 你點的這個檔案後 就是點它 點到這個檔案 好 點到這個檔案之後呢 來 往上看沒有人跟家 或者旁邊這裡 用這個好 這比較簡單 這個取得連結 老師點這個取得 就跟剛才一樣 取得連結 點它一下 好它是不是有 這一串網址 你把這網址 複製起來囉 Ctrl C 複製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複製起來之後呢 那 那我們這一個就可以共用出去 所以每個人只要拿到這個連結 例如說 拿到這個連結檔 它就可以下載了 它可以開啟可以下載 那這個意思嗎 只要拿到這個連結檔就可以用了 好連結就會成功好 那 這裡有個共用設定 共用設定 好那你可以進來之後還可以針對個人 更細的選項 那像這種連結我們一般都是給學生 就是整串給學生 這樣知道嗎 好你比如說上課的時候 給學生那個連結檔 學生點了就可以下載 那個東西 或是下載什麼的 好 可是呢如果你把這個連結給學生喔 像剛才行動載具 我們都用電腦收嘛 所以是不是點一下可以馬上下載 但實務上喔 如果你在教學現場 你把這個串 這一串給學生 學生應該會給你白眼吧 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要學生當下下載的話 同學老師你這一串操在螢幕上 你也很痛苦吧 那我知道你們會用廣播的 然後把複製貼上貼在PowerPoint對不對 可是學生打這一串網址是很辛苦 他打很久呢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在教學現場讓學生透過電腦直接key 請你把網址 縮 短 請你把網址 變 短 那這個短網址的服務 也是Google的服務 獨立的好不好 我們教一下 因為我自己還蠻常用的 短網址喔 好所以假設我要這一段喔 來Ctrl C 複製起來 好 那完成喔 我這個分享囉 這個分享 那你這個有分享的話 你旁邊有沒有看到一個人的圖案 表示他做的分享的意思 人的圖案 表示他做的分享 好來 我要把那個 網址給學生的時候 我要怎麼給呢 來這樣子 你先開一個新的分頁 打一個網址 GOO.GL GOO.GL Enter GOO.GL 他是做什麼的 短網址服務 他也是Google家的 短網址的服務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串網址貼上去 貼上去 好 然後呢 下面就是短網址 好他就給你一串新的網址了 變短了 那我就把這一串操到螢幕上 學生就可以直接點 所以你們看現在在填電子問卷 電子表單的 幾乎都是 短網址 還有你們到FB去看 人家什麼東西的連結 都是短網址 全部都是玩Google的服務的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吧 Google的服務好 然後這個短網址的話 特別注意喔 有分大小寫 記得 有分大小寫 然後呢 你如果原始的網址的 分享功能取消了 這個網址就沒有用了 知道嗎 因為他是連回去你原本的地方 好所以這是短網址的服務 老師可以試一下 GOO.GL 網址很特別 GOO.GL 那就可以玩一下這個短網址 OK 好這試一下 如果要取消這一個 就是共用連結的功能 如果要取消的話 就是點那個共用設定 然後 我們現在開啟嘛對不對 他是不是有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下拉檢視這邊 可以設關閉就好了 關閉他 然後完成就好了 他那個人的部分 等一下會不見 共用 共用設定本來是開啟的嘛 就完成他是開啟的 那就可以再進來 共用設定 這裡 檢視這邊可以把它關掉就好了 好所以倉儲共享OK 管理的話 蠻簡單就是旁邊的資料夾 你可以分資料夾啦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如果老師們需要管理的時候 來 我再雲端一點點他 你可以新增資料夾 新增 例如說 好學生名單點他建立 然後呢 這個資料夾出來之後 我要把這些 學生的名單放進去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 班儀喔這一個 我用Ctrl鍵按的 我可以把這些都 就是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右鍵 你可以移置 右鍵 移置 好 學生名單 移動 他就過去了 所以在學生名單裡面 就會有這些資料 而且嗎就管理類的 文件的管理 然後上面這個就可以點回去 一層一層的那個路徑 可以再回去 我回去剛才那個位置 好所以雲端硬碟 沒問題 好知道Google最厲害的 電子表單嗎 有聽過嗎 他最強的就是電子表單 今天三小時你學會這個 就可以下課 沒有啦 還要再撐 我們還要再一個小時 很多學校老師 就是上研習 都會很直接要求 就是一定要上電子表單 那這個對於非資訊領域的老師 真的很重要 我們呢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西班也是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為什麼要去收集這些資料回來 包含是滿意度調查也好 問卷調查也好 那學生寫論文用的 一些資料的收集 大部分都一定要靠問卷 這樣的工具來做 那他其實裡面就有問卷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Google他最特別的地方 那目前的所有的線上編輯的軟體 可以做到電子表單的 但始祖一開始比較常 就是我們比較聽起來 比較有名的是Google先 後來呢 微軟也跟進了 可是微軟那個電子表單我用過 真的是 這樣OK吧 請用Google謝謝 對 差蠻多的 就是 邏輯上也不一樣 那我們等一下要建立提醒的時候 我們是用提醒來建立喔 微軟的 電子表單建立是用資料形態 超詭異的 所以如果像我有在教eSale 我守eSale 我建立他我就懂 可是如果一般老師根本不熟的 他根本連問卷都不會建 知道嗎 因為那個資料形態誰搞清楚啊 所以 邏輯上設計滿不太一樣的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電子表單這一塊在哪裡喔 好來 首先呢我們看一下 嗯 我的雲段硬碟這兒 有個新增檔案 我們要新增一個新的問卷 所以呢老師們請點選 Google表單 這個選項 點進來 好 他會另外再開啟一個新的介面 好 那老師們先知道一下那個 基本的邏輯喔 好我喜歡教邏輯 我們先講一下 好 他基本的概念是什麼呢 好 首先他的做法是這樣 他那個電子表單啊 在做的時候 不好意思 好 他電子表單在製作的時候呢 他會先 OK 好他的做法是 會先建一個 表單頁面 有個叫表單 就是我們現在在建的這個電子表單 電子表單 然後裡面當然就是提醒 一提一提的題目 還有整張 問卷的外觀 好 整張問卷的一個 收集的方法等等的 他會先建這一張表單 建完表單之後喔 會自動產生一個東西 叫做回復內容 回復內容 他會自己跑出來一個 一個新的檔案叫回復內容 這回復內容是什麼 當學生呢 拿到這個表單填寫資料的時候 填完的資料會丟到回復內容 所以表單就是那一個 電子表單的介面 他的那個問卷的外觀形狀 內容 那 學生所填的資料 所收集回來的資料 不在這個表單內 他在這裡 聽懂的意思嗎 所以喔 如果你表單一建立完之後 你要去更改表單的欄位 你要到這個畫面去更改 然後呢 你更改完了之後 學生填的資料是在這個地方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請問喔 如果我要從 我要匯出Excel的資料 匯成Excel的格式 可以在做資料分析的 我要去開表單還是要開回復內容 對 回復內容 因為資料在回復內容中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去回復內容開 後把資料匯出來 匯出來 所以他會有兩個表單喔 原因在這 好 那我們回來看 學老師會發現 像我這裡 學生名單這 好 我就有沒有 我做了一個電子表單 長這樣 這是表單的樣子喔 回復內容是這一個喔 你看他自動就出現一個什麼什麼的回復內容 我只要做完表單就會有 他是一起的 所以注意一下會有兩個檔 他會自動產生兩個檔案 好 那我們回到表單 那回到表單裡頭呢 開始當然 整個表單的部分的話 就分成三個區塊 第一個 你要建一個表單嘛 所以就表單名稱要有 表單的基本資料 第二個 表單這個電子表單裡頭的提型 每一題每一題的提型 第三個 整個外觀的限制 還有 設定 學生填完之後 的回復是什麼 所以都是在這個畫面設定的 首先一開始進來的時候呢 下方有一個叫表單的設定 你看你要不要去設定 例如說 隨機決定問題的順序 問卷一般不會啦 好 那每個人只能夠限填一次 之類的 限填一次一定要登入 而且是Google帳號 一定要Google帳號才能夠登入 好 然後呢進度列就是你填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進度列 所以 這裡看你要不要設 要就勾不要就算了 好不好 然後呢 上面就是跟表單有相關的工具 在這裡 好 那我們先往下面看 好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介面 他分成三段 上方這一區是表單的基本的表頭 我這一份問卷是什麼什麼 滿意度調查表 還是什麼什麼資料的收集 好 然後呢下面這一塊就是 題目 題型 最下面最下面是 最後填完之後的回復是什麼 所以要分成三區 好 那首先我們先往上看 例如說我們來一個 今天研習的滿意度調查表 好不好 假設我們先 我就簡單的填就好了 表單的說明 說明好不好自己打一下 好像 對啦說明 我簡單打不然時間不夠 好來我們往下看一下囉 然後下面的部分我想要做的表單長什麼樣子呢 我想要做的表單是 我希望呢 一開始先出現個人基本資料塊 例如說我可以調查你是幾歲到幾歲 然後呢你的科系別是什麼 你的姓名是什麼 好不好 基本資料 中間就是我的滿意度的問題 所以我要分區喔 我要學分區 所以你可以分區塊 可以分區塊的 好那我們回來喔 首先一開始的時候呢 題目第一個 第一題喔 那你只要打題目就好 題型呢來下啦 這是他的題型 很好記吧 看都看得懂吧 你知道Excel的是那個 那個微軟他們叫的是 文字 數值 雙金倍數什麼單金倍數 然後誰看得懂啊 對啦你看這個多好 文字就文字嘛 多行啊 跟我們一般的問卷的邏輯是一樣的啊 來 那我們這邊就選單行文字 好再來呢 我這個題目是否為必填 勾起來就好 我沒有答案 我們就必填 好 這樣就一題囉 然後這一題的話 那旁邊可以編輯 編輯是編輯這一題 複製或刪除 好 完成後你就按下完成就好了 第一題就出來了 而且還可以預覽 及時預覽 好再來第二題我們來一個那個 科系別好不好 因為科系別可以下拉 好來 新增項目 然後呢科系別的部分 的話是用 下拉式選單 好然後這邊可以打字 你說你的科系是什麼科系 好下拉選單囉 所以這個選項第一個 例如說 然後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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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我都亂打喔 沒有你的科系不要難過喔 這樣一此類推 好不好一此類推 好來 那同理老師要不要決定 看要不要必填 必填 完成 就OK了 科系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 它是下拉的 那現在不能拉 因為現在在編輯 知道我的意思嗎 現在還在編輯中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 一直往下延伸 OK好 那 有幾個題型比較特殊 來 上面這就先這樣好不好 好中間的部分 我想要分區 我要分區塊 因為你們在填打的時候 會有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有沒有 假設這是第一部分喔 來 來這邊的話就有一個後方 這邊有一個配置 配置 配置什麼呢 分頁符號 它在填寫的時候是可以分頁的 或者區段標題 區段標題 例如說 這個是 第一部分 然後這是個人資料 完成喔 好 那這是一個區段的標題喔 我再做第二個 再做第二個區段標題 好一樣的 區段標題 好第二部分可能是 一樣完成來 我這邊發現我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部分出來之後 第一部分應該要在上面吧 對不對 好 它的題目啊 通通可以 按 托 放 OK吧 很好用 真的 即使要改都可以 好 第二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好 多行文字就是那個 很像備註欄啊 備註欄叫多行文字 好 單選核取方塊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單選題跟複選題 所以例如說 好我們來試看看好了那個 單選按鈕 單選 就是點一個的單選 例如說 好是否有Google的帳號 OK 有跟沒有 好 好有跟沒有 這樣OK 好再來 好一樣閉填 好我們來看一下完成 這就是單選 單選題 你可以點有跟沒有 好再來第二個 如果是複選題的就是核取方塊 那有哪有用過 哪些 頂端 服務 好有用過哪些 點一下 例如 Box 例如Google 好這些都是核取方塊就是多選 複選題 複選的 OK嗎 聽懂齁 好來所以這是常用的 然後這裡的話旁邊就有兩個很特別喔 一個叫以數字 表示程度 一個叫格狀檢視 好那日期實際是讓你填日期跟填時間的啦 例如說報名你要報名哪一場 是哪一個時間之類的啦 好就可以填喔 我們看這兩個很特別喔 然後後面再有說明一下就好 可以放圖片可以放影片 你可以放一段影片 讓學生看 看完之後請 寫下你對於這段影片的感想 叫作業 好這是可以放影片跟圖片用的 好它的概念是怎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兩個 這兩個很多那個問訣會用得到 好 呃什麼叫以數字的方式來表示程度 例如說 滿意度 好 然後我們下次有數字 所以呢這裡喔 以數字表示程度嘛 你看這邊 1到5 例如說1是什麼 1是 X X 會用X嗎 還是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是一樣的啦 非常不滿意 好 非常滿意 了解嗎 數字表示 好 然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瘦為壁田 完成 長相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所以這一個就可以寫 今天的 研習的 服務人員的態度如何 一行一行一行的 知道嗎 這就是以數字的方式來表示 一題就是一個 一題就是一個 滿意度的這種 呈現方法 好再來第二種是 以格狀顯示 格狀顯示的話就是會 它是 整個題型的 例如說我們硬體設備 網路速度好不好 乾淨與否 然後什麼什麼的 好幾題同樣類型的題目在一起 然後一樣用格狀的方式去呈現它 知道吧 好像是要 這叫格狀檢視 所以你點它一下之後 進來 像是 各個的樣子 是類的 可能就是 這個其實 所以 題目的話 例如說 呃 硬體 針對硬體設備 這一塊 可以 我看一下 然後 你總長 例如說 你 變 來 所以變的話是 往後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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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標籤的話是 一等一等一 所以它可以到 它可以到七 你知道嗎 看你們的量子要多少 所以我先打 一起來 那就是 題目 然後上面是欄位 好題目跟欄位 好 那編輯進去編輯囉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打 最左側的喔 好 非常不滿意 然後你再第二個 不滿意 上可 普通 然後滿意 非常滿意 這表解我意思嗎 那你第二題就可以 對就是往後速度 然後 進體 意思類推 就每一題 每一題 假設這樣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完成 就長這樣 很多問卷會看得到的 所以這兩個很特別 好這兩個你就不用去外面找一些那種專門在使用的問卷的軟體 那這樣的工具是很方便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提醒就大概這幾個比較重要的 我先把它講清楚 那老師們就可以慢慢的去把 這個部分建構出來 好 那假設我的表單完成囉 就是這幾個部分我建立完成囉 來 最下面看一下喔 確認頁面 確認頁面的意思是 別人填完之後 要給的回應 當然你如果 只是出現 我們已經收到您的 您回覆的表單 感覺上有點隨便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要改一下字 例如說 謝謝 謝謝 好什麼什麼之類的 什麼到續辦你一個小獎品啊 然後感謝你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打一打就對了 好然後呢就按 傳送 不用按傳送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你這地方可以去做一些資料的呈現 好所以整個的 表單的建置的部分 聽得懂喔 OK 來我們看一下表單做完了 做完了 老師們只要按一下上方的 查看即時表單 點他 這就是我們做出來的表單 長這樣 OK嗎 但是很醜是不是 有沒有很醜對不對 我自己覺得很醜啦 好回來關掉喔 關掉他 回到這個界面來喔 做什麼 變 跟主題 這重要咧好不好 你看旁邊 有這麼多主題 這是其他軟體也沒有那麼多的 你看好多喔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科學實驗室 點了後呢 他就換了喔 好 查看即時表單 來看一下 差很多吧 所以很多朋友結婚都用這個 先不發 喜帖 都先丟個表單來說我要結婚你不要來 然後做統計 真的真的 統計完回去才會要來的才會去喜帖 現在都這樣你知道嗎 對所以電子表單的用法用途非常非常的廣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因為剛剛中響了 老師們先把你的表單做出來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表單做完之後的這些處理的事項 應該要怎麼做好不好所以這邊先建一下好來下課休息一下 好接下來部分的話我們的問卷做完啦 然後做完之後呢接下來動作要怎麼處理喔好 當然如果你要繼續修改就繼續改那整個做完之後並且 老師們也選好你要的主題之後呢這樣就沒問題了好 我們選完一個後呢就按下 旁邊這個就可以把它關掉了好就是 變更主題就不用管他我們現在已經循環了喔 選完之後等於是我的表單是做完的 然後做完之後 好我按一下這一個查看即時表單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表單的內容了 好所以這邊你就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長相好不好 好那如果整個都OK囉我們就正式的 傳送表單 我的表單做好了 好那傳送表單就是他的連結在這 那連結的話呢因為這連結實在是太長了 所以呢在電子表單功能中 他自動就有一個叫做簡短網址 他就有個簡短網址 老師勾起來 好他就變成短短的了 其實就是透過那個剛才所介紹的 goo.gl這樣的一個服務 讓他變成是一個短網址好 那這個短網址後拿到了後你就可以把這個短網址 分享出去 email出去 抄在黑板上讓學生來填寫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就是表單填寫的一個網址 好那我們試看看 複製一下好 來假設呢我們就 等一下我要填一下好填一下這個表單 那他就轉到比較長的網址就連到這個位置好所以這個表單就做完了完成就可以了完成所以這表單OK了後 老師們就把它關掉 叉叉按掉即可 關掉 目前OK 關掉 好關掉之後啊來 假設我是學生 我要填寫這個表單 例如說來這邊就可以填資料 好然後科系 然後呢滿意度 好然後這邊 就可以自己點 點完之後呢按下提交 好 他就會出現這個啊有沒有謝謝填寫啊什麼什麼的那樣回復的那個 界面嘛就是長這樣好 完成後呢就關掉囉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雲端硬碟中 好所以 就是這樣的方式讓人家去填那個資料 好有問題好去填資料好 填完之後呢我們回到我的雲端硬碟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雲端硬碟中呢就會有兩個檔案 這兩個檔 一個是雲端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跟回復內容 有沒有印象這兩個 好 那這兩個檔你要注意喔 回復是不是在回復內容中 好 所以老師們在使用的時候啊 如果你要再去編輯你的電子表單你就按下這一個 進去後呢他會進入到的是 編輯的畫面中 繼續編修你的資料 OK好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是學生回應的狀況 是下面這一個回復內容 快兩下 好你就會看到剛才所收的資料了 解決嗎 所以超好用的 有沒有人 寫東西我馬上看得到 這樣知道的意思齁 好 那除了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回復資料之外呢 來 我們回到剛才的這張電子表單中 在這個電子表單中的上方 有一顆選項叫做查看回應 你可以看到回復1表示說有一個人回復了 有一個人回復填寫了 然後查看回應是什麼呢 好 當你點下這一個查看回應的時候 他所出現的 是他所統計出來的表 他直接到這裡 我要看他的表 好沒關係 他改掉了 來沒關係 查看回應的話他是 調到 這個回復內容這裡喔 然後呢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要看那個統計總表 按上面這個回復 按上面這個回復 OK 回到這個電子表單裡頭的這個回復喔 老師可以看一下下方 下方的地方有一個叫回應摘要 回應摘要 你點他 你看這個好讚 報表耶 回復了報表 每一個人填寫的狀況 這邊可以看得到 就偷偷的 知道嗎 分析表你不用再到以色列去處理了 好再講一次喔 位置在哪裡呢 來 您直接到這一個 表的地方 寬兩下 電子表單喔 上方就有個回復 老師點選 回應摘要 好 他就會帶過來了 報表 OK 對回復裡頭的回應摘要 這邊就會有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回復內容是顯示 學生所回復的 明細資料 明細資料 OK好 然後呢 剛才的 回應的摘要 則是統計圖表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是你可以看 快速資料的部分 好 那我們回到回復內容喔 回復內容這些資料呢 我想要在eSale中 再來做更進階的處理 例如說我要做成 樞紐分析表也好 交叉分析表 或是圖表等等的 那我必須把這些資料都 位出來嘛 那怎麼位 好如果你要把這些檔案的資料 汇出來變成 eSale的格式 老師請到檔案的地方 選擇 下載 格式 檔案的地方選擇 下載格式 然後呢在下載格式的地方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 Microsoft eSale的一個格式 你就點他 點他 好 他就會把這個檔案抓下來喔 那我們放在桌面 好 儲存 就可以把它存下來了 了解意思嗎 存下來之後呢 來我們看一下桌面上頭的這一個檔 我把它打開 裡面就是eSale的資料 好讓我們就可以 啟用編輯 好 檔案的內容都會在 就是你有多少筆資料這邊通通都會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 再去做其他的資料統計的部分 再來做處理 那甚至於整理完之後 可以再把它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這樣聽懂意思嗎 目前有沒有 跟上嗎 好來 有個地方我希望老師們注意看一下 複選題 複選題很麻煩你看喔 我們這邊有一個複選題就是這一個 有用過哪些雲端服務有沒有發現這個 老師你思考一下 如果是以這一題來講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四個選項讓人家學生來選 不管是後面的蠻意度是 以數字的方式 成列或是那個量表 他們是每個量表選的都是至少回來的結果只有一個 唯獨 唯獨複選題 複選題 複選題回來很麻煩的是一個欄位中 有 多個職 有些同學可能勾兩個 有些勾三個 有些勾一個 好 假設你現在要統計 你要統計 這些欄位裡面 BOX有多少人 Google有多少人 怎麼辦 聽懂我的意思齁 複選題如果你要統計怎麼辦 好 在ESEL裡面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必須是一個儲存格中 一個資料項目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分四個 對於ESEL來講他在統計 他會認為他四個是 唯一個值 錯亂啦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是可能有些會一樣有些不一樣 好我教你們一招 好我要在ESEL中把這四個資料拆開來 變成一個欄位一個值 一個欄位一個值 聽懂我意思嗎 要變成一個欄位一個值 你才要幫你去做統計 那一個欄位一個值後 你就可以下函數了 去抓說 Jobounce有多少個人 然後 什麼Google有多少人 你就可以去玩這樣的統計資料了 怎麼拆 首先呢 這是補充喔 因為你們會用得到 我們怎麼拆開來呢 你先把這個欄位複製起來 複製 然後呢建議同學 你看你是要貼在後面 還是說 再多一個新的表都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或是你的 兩項資料 都可以 就是可以放到最後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等下拆開的時候 他會變四個 那如果你在這個地方拆 他會把後面給取代掉 除非你先事先 增加新的 列 增加新的藍 多兩 多 總共四個嘛 你要多三個空白藍 他資料拆的時候 才不會把後面給取代掉 聽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先用到後 我先把它copy出來 反正做法是一樣的 好那在這裡之後呢 我們把這項資料選起來之後 有一個功能 在資料的地方 他叫做 剖析 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功能是做什麼的 他可以把一個欄位中 找到共通點 利用共通點來分割資料 那什麼叫共通點 請問這四個值的共通點是什麼 逗號 分割點就是在逗號 知道嗎 逗點 所以你看喔 我們就有一個分割符號 現在是在一欄的喔 好下一步 他抓到誰 他沒有抓到逗號 你自己跟他講逗號 看他拆開了 有沒有 逗號他就拆開了 那他其實還有一個空白 空白沒關係 等下都用別的方法來處理 好 你把逗號勾起來喔 下一步 完成 拆開了 懂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資料 你就可以一并把它拆開來 那拆開來就好解決啦 就可以開始來做一些函數的處理了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是用count counterif 去計算 這個值出現過幾次 counterif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函數運算 這樣就好 那是Excel的 之後再講 所以這個是補充一下 就是你的電子的 表單的部分做完之後 拿過來的時候 你要把它剖開來 這樣的話我們後續才可以做運算 而且你不剖 說實話 SPSS他也不理你啊 他也無法吃 一定要把它剖開來才可以用 所以這個 這個功能很好用 他叫資料剖析 有問題 剖開來就可以了 那剖開來後啊 他其實還有一個空白 有沒有看到 他還有一個空白 因為他剛才的分格符號 其實不是只有豆點 他是豆點加空白 他是豆點加空白 對你看我復原喔 他是豆點加空白 有沒有發現 對所以如果你要剖的時候 你也可以剖析的時候 分格符號跟他講 用其他豆點 空白 可以空白嗎 不行 好他沒辦法空了 沒關係 那就自己切囉 我們先完成 切完之後 我會再做一件事 全選 常用 尋找跟取代 做什麼 我不要空白 因為空白統計會有問題啊 尋找什麼 空白 取代為什麼都沒有 全部 全部取代 好了 他就把空白給拿掉了 你看 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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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嗎 之後做篩選啊 排序啦 才不會有問題喔 要不然那空格很麻煩喔 這樣知道嗎 好再補充一下 這個 對我們電子表單 後續的處理 是很重要的 好來 所以老師們試看看 怎麼樣把你的資料 做完之後 下載下來 好不好 下載下來 來試一下 來電子表單這一塊 OK吧 就是在Google的編輯上面 好這邊 同學們就 就是知道一下怎麼用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處理 那 當然在那個電子表單這一塊呀 其實你們在平板或者是手機上 也都可以編輯 他也都支援 所以 你只要去下載 他專屬的一個App App 就可以直接下來做編輯的動作 他是 蠻方便的 好了所以你要回到這個電子表單裡頭 然後呢回到表單中後啊 他上面就有一個叫做 傳送 右上角 傳送表單 好然後這邊就會帶出一個網址 好這邊就要勾選這個簡短網址 他會順便幫你做一個短網址的服務 那這個連結就是你的電子表單 所以你可以右鍵複製起來 看你是要貼到群組裡面 或者是貼到Email都可以 或是叫學生直接key這個網址都可以 對對對就是 重點是要拿到這一串網址 他就可以送出去 那你也可以用通過Email的方式寄啦 就是寄給學生們 對就是如果你有那些學生的電子郵件的話 你可以寄給學生 然後寄給學生後 然後他會把這一個網址一併帶過去 而且他是變成信件喔 在信裡面內籤你的 表單 學生在信裡面看到那個表單內容 填就按送出就可以送給你了 對所以就等於是網址或是用內籤的方式都可以 對 好來所以電子表單OK嗎 跟得上喔 好你看Google服務有夠多現在才講多少而已 好來我們再繼續囉 好所以我們已經把 倉儲這一塊就是資料的處理的部分 然後還有電子表單的部分介紹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備份這個 因為我覺得備份真的蠻重要的 備份的機制 好那這些關掉就可以了老師們關掉就好囉 好關掉就可以了好 然後備份的話我們剛才有講到 我們在使用Google啊 誒說實話 還真的蠻少聽到學生問我說備份這件事 你們都非常的放心喔 想說Google我不會出事就對了 好 那我發現這個功能出來的時候我還蠻喜歡的 Take out這個工具 為什麼 像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啊例如說我之前會比較常備的是我的 那個 形勢力 因為我覺得形勢力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呢如果在形勢力的軟體裡頭 我們以前早期啊我記得他進來後他可以有那種備份的機制 就是你可以去點選他後 他可以把這個形勢力備份下來 可是很麻煩的是 你變成你要單獨一個服務 一個服務的去備他 就要我的意思嗎好來 那現在的話不用了 我們只要透過這一個工具叫Take out 就是你去Google搜尋 Google然後空格Take out這樣的功能就好囉 好所以他沒有放在九宮格裡頭沒有喔 老師們就直接點 好我們就可以看到Google Take out的這個工具 你就點進來後 好他一樣還是在你的這一個 賬號裡頭因為我們剛剛一直登入嘛 然後呢他做什麼 他可以讓你去管理你的封存檔案就是你的 你看你的帳戶資料歸你有沒有他自己講的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進來之後去找 你要備份哪些資訊 這些是所有可以備下來的 雲端服務的資料 來解意思嗎這邊都有好來 那我們進來之後啊 就可能 一開始不需要這麼多啦假設 我把它先全部不選 例如說我想備我的工作表 我想備日曆 我想備郵件 郵件先不要太多了好 然後呢我要備聯絡人 好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要備份的項目是什麼 那最重要的我們剛剛有講郵件 日曆工作表 聯絡人都是算我們個人基本資料的部分 他還是都可以幫我背下來好 那你的雲端音樂也有喔 然後呢個人資料啦 還有這個什麼 相簿啦這些都可以把它背下來好那我背這幾個就好 因為太多要等很久 你認認不要太多了好我們就日曆跟工作表就好因為自行之下比較快 好當你勾選完之後喔 來往下看 下方就有一個叫下一步 下一步你就點他 下一步 好那他就跟你說 你目前選擇的是兩個產品 然後呢自訂下載的格式是什麼 好我這邊的話就可以選 這些都是壓縮檔 都是壓縮檔 那當然最常見的壓縮檔就是ZIP檔 ZIP檔 然後他有跟你講說 絕大的電腦都可以開啟ZIP檔案 如果呢封存的內容大小超過2G 2G太大囉 他幫你分割成多個ZIP檔案 好被人幫你分割好 然後再來呢 下載的時候的做法怎麼做呢 你是用電子郵件來傳送連結呢 還是直接清增到你的雲端硬碟 看您自己 OK吧好那我兩個都試一下 好如果用電子郵件傳送 等一下我的email就會收到信 來建立封存檔案 他就開始下載這裡 那我東西很少因為我都是文字型資料 一下就好了 做完喔 好那這邊一樣也可以自己下載 好然後 我再登錄一次 你看我email馬上來了 好然後這邊就會有封存的記錄跟下載 存在桌面好了假設 你看這邊就是你曾經下載過的 就是你曾經封存過的資料 list 歷程紀錄 一年背一次 半年背一次 有沒有 好所有的資料都可以把它背下來 所以這邊背完之後 空間不夠就是把它刪掉之類的 那你哪一天需要再把它 就是就可以看到那些資訊喔 好那這樣就背完了喔 來背完之後我們看一下下面這裡 這是備份下來的檔案 我們可以打開它看一下 你看 我先 來 先把它打開這個喔 checkout這個檔案然後它又給你日期喔 還不錯蠻體貼的 你看給你的日期 2015年的4月8號後面我看不懂 好前面的部分 看得懂就好 來你把它打開 那背下來的話呢 以往如果背下來 背下來的東西 是 系統平台專屬的格式 我們使用者可能看不到 對不對 你背下來也沒有用 它就只是個備份 可是呢你會發現 它好清楚喔 進來之後工作表 行事例 行事例 有沒有 東西都有喔 好 然後呢我背下來這兩個東西 長什麼樣子 來你把index打開 首頁 好 然後呢進來之後 它就會跟你說 我現在是這兩個 兩份檔案的資料 匯出封存的檔案是這兩個 那你就可以點選 好 那 你要用的話 你要把它解壓縮 連結的檔案就可以生效 或是這個 匯出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再匯進去 你看還可以再把它匯到Google日曆裡頭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等於是說 資料出來了 你還可以再把它匯進去 而且老師意思嗎 這樣才可以以後才可以看得到這一個檔案 所以呢 像這個就可以匯進去 那怎麼匯入跟匯出呢 來我們 以 日曆來看 我們以日曆來看 我回到我的日曆 好我回到我的日曆 OK 進來之後我們到旁邊的設定 好 然後呢一樣到日曆的地方 老師們這邊就會發現 點匯入跟匯出 匯入 有沒有 匯入日曆 好 那這時候呢你就點匯入日曆 好 他這邊就可以讓你去選檔案 所以意思是什麼 他可以搬家 日曆 選哪一個 有沒有 開啟 然後呢放到哪一個地方去 匯入 知道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可以解決剛剛那個老師問的問題 如果呢我的 空間真的滿了 我又不能刪 他又是重要的資料怎麼辦 好 你就把你過往的資料 開一個新的帳號 對不對 專門放舊資料用的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對就是把它放到那個 新的帳號裡頭 然後呢你的資料就把它餵進去 只是說你變成不同的服務你要單獨的餵 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最重要的 向日曆 至少東西會在 然後郵件的話 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去處理它 可是郵件應該不太會匯入啦 你們可以試一下郵件出來 可是郵件很大很大 因為我們郵件都很多 對所以郵件資料會比較大 所以可以試一下這個 checkout的工具 如果他有一段支援可以匯入的 你就可以把它匯進去 好那沒有的話就是備份出來的檔案 這樣了解嗎 好來 這個可以試一下 好 如果是雲端硬碟呀 你看我現在我這邊是 試一下雲端硬碟跟那個郵件 因為老師們可能比較需要 問這個 我現在下出來的是雲端硬碟 就是所有的資料 檔案 知道嗎 所以呢他如果當初原本是 Google的文件 Google的格式 他下來的時候 他就自動轉成 Word ESL PowerPoint 知道嗎他就幫你轉過來了 因為Google文件在本基端 他是沒有辦法在本基端編輯的 他必須還要開啟web 才可以去編輯他 所以這邊的話他幫你抓下來的時候他就會回到 原本的格式 你看他格式都是正確的 那如果是壓縮檔下來就是壓縮檔 如果他是 PDF是原生格式 他就直接下來就是他對應的那個原生格式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 如果是雲端硬碟下來比較沒有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郵件 郵件一個格式叫 BMBOX有沒有他的格式好 那郵件的話呢 來 我們看一下 郵件 好當你把郵件下來的時候他會跟你說 你的郵件呢是採用 BMBOX的格式會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儲存 郵件的格式 常用的用戶端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要看到 這個信的內容的話 你要去用這些 工具開 例如說 Outlook2010 2011開 就不是回到那個雲端上面有沒有 他是 直接用到那個你的 本機端的 郵件收發軟體來看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有郵件收發軟體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信件的部分 為進去 所以他這邊的話是 有說明一下下 你可以把它匯度到你慣用的一個郵件的 用戶端 那學校一般都有Outlook 你都可以直接拿來用 或者是mail的軟體 就直接拿進來用就好了 所以 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下 放進來的檔案呢 他就 郵件的部分 他就不會是再回去了 他不會再回去了 那他這邊的話就會直接變成是 一個檔案格式 你必須要用 本機端的 郵件軟體 才可以去 看到他郵件的內容 那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每一個東西的格式不太一樣 這個要注意 所以這個的話你快點一下他會跟你說沒有檔案 然後如果你去找 應該都是找郵件軟體 好我們這邊沒有 開郵件軟體來試 所以這個老師要搞清楚喔 不太一樣喔 要把你抓下來之後你會想說奇怪 我想去開他怎麼都沒有 那學校這邊是沒有裝Outlook 沒有 所以你不能開 如果你有裝Outlook的軟體 我就可以透過Outlook直接把信位進來 在本機端去瀏覽他 這樣了解嗎 所以利用takeout的方式 把信拉下來後 那你的雲端的部分就可以把他刪掉 好所以這幾個 知道一下每個格式的概念不太一樣 來看前面喔 那個 這套是我上課必備的一個 算是教學輔助的工具 沒有他我活不下去不是啦 就是 教學的時候覺得 怪怪的好像少了什麼東西一樣 好 那這個工具他是做什麼用的呢 他的名稱叫做RuneIt RuneIt 然後這工具的話是在這裡 好我先把他解掉齁因為我現在正開著他 好先把他解掉 就是關掉了齁 好 是這一套工具 好那 他是微軟出的免費版的軟體 很好用 數位教材很好用 那其實 不管是老師用或是學生同學 你們以後如果 需要做介紹講解的時候 電腦中的畫面就可以把他畫下來 好所以這個是螢幕的 畫畫繪圖工具 螢幕的繪圖工具 然後這工具我覺得很好用的地方是 他是免安裝版 不需要安裝的 很小 好 那我會選擇他來當成我教學輔助的工具的用 的做法 為什麼選他的原因是 其實我們在 我在各個學校上課的時候我都會做課程錄製 就是數位教材嘛 所以我會把我研習的過程的內容錄下來 好那 那像今天的狀況是 學校你們後面有 中原這邊他有後面有那個錄製的設備 你們是硬體設備錄 畫質啦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管 我就教我的東西就好 所以我不需要側錄軟體 因為學校這邊會直接錄 那當我不用側錄軟體的時候 通常畫畫功能都是在側錄軟體裡頭 一旦我沒有錄影 我就沒有辦法畫畫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一般我在其他學校上課 我就要開 像Evercane也好 或是像Centasia也好 我一定要開側錄軟體 我才能夠畫畫 才能夠畫畫功能 然後這個工具是他不用錄 他不需要錄 他就是畫畫工具而已 知道嗎 所以我就用他來單獨 作為繪圖的工具 那怎麼使用呢 你只要把這個工具寬兩下 他就打開了 因為我已經用過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好他就打開了 然後這套工具叫Room Edge 目前的版本是4.5 你還可以到他的官網去看 有沒有新的版本 好就是 這是2013截止的 你還可以去看 但更新速度沒有那麼快就是了 好那這一個工具我最常用的是拿來畫 但其實喔 當初我會找這個工具的原因是因為我那時候叫 到師大商那個特教系的學生 特教系學生眼睛都看不太到 所以他們都拿放大鏡在螢幕上 然後很厲害勒 學動畫勒 他們學Flash喔 然後Flash動作都好精細喔 然後我上的好痛苦 不是他們學不來 不是他們太努力 太用功在學習了 所以我壓力好大 我會覺得說 他們很用心很專注在學 那 可是因為動作很多我又講得很慢嘛 那學生 重點是他們看不到 所以他那個放大鏡就這樣一直這樣 我就看他們這樣 這樣在看喔 就很辛苦喔 然後我想說不行 那這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學習 後來我去網路上Google 我的用意我只是要找放大軟體 所以他叫room有沒有 他是放大工具喔 他怎麼放 來第一個room 他預設的快速鍵叫Ctrl1 做法式你就OK喔 你就把這個工具打開後 知道他的快速鍵後OK就好了 當你在上課的時候 Ctrl1 放大了 我找他的原因是因為他是放大軟體 然後呢點一下 點他就停住了 然後呢我就可以畫 我就跟同學說這是重點 或是要幹嘛幹嘛 我就很清楚了 所以當初找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放大版 後來就愛上他了 因為我到各校上課不用放大我還是喜歡用他 因為他可以畫畫 這樣知道嗎好 那這是放大來ESC離開 ESC離開 就離開囉 好再來 那我們再把剛才那個選單叫出來他在右下角 床柱工作工具列的地方 然後這個放大鏡的圖示快兩下 第一個好了option 再把它叫出來好 所以第一個是room 那我們平常一般的學生是不需要room的 對不對一般的學生只要 Jour就好 畫 那畫的話他預設的快速鍵我自己有改因為我自己喜歡改F2 這是我的習慣 你們看你們自己 好那快速鍵更改的方法 只要一點就好了 一點 在欄位中點一下 例如說現在是F2我就改F2 好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做這個畫畫的工具 好OK囉 所以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如果我需要畫 我就按F2 他就進入畫筆模式了 就這樣 了解嗎然後我現在就可以畫紅色 好他可以換顏色喔 當你在畫畫模式的時候 你只要按一個 B P 藍色 請問綠色是什麼 很好你看大家都會啦 G 黃色 Y 粉紅色 P 橘色 快點啊英文 ORANGE O 夠了吧 紅色就是R 六色 那我教書才會講那六色其實我自己在用的兩色就夠了 真的兩色就夠了 我都用兩個顏色搭配比較多 這樣OK嗎 換顏色 然後他跟一般的繪圖軟體比較特殊的地方是他多了兩個獨立的 一個叫K 一個叫W 白板跟黑板 什麼意思 如果我要寫重點 我畫面不是都有電腦的畫面嗎 我不要我就按K 黑板 然後呢用螢光色的 剛剛按到T T是打字 好來 F2 K 好然後Y 那我是用手寫板上課的我喜歡用手寫板 所以我就可以畫重點 好那W 是白板 用深色 寫重點用的 板書 老師OK嗎 好所以這幾個工具我覺得還蠻好用的那離開都是ESC 這樣了解吧所以他是 暫時性的讓你的電腦的畫面變成桌布 你就可以去畫重點 好所以這個功能是主要是這樣的就是直接畫 好那有老師曾經問說 可不可以在教學過程中把畫的東西 變成圖片 他想做筆記 我想說 喔他沒有存檔功能 但如果你真的硬要的話 你把這個畫面喔先不要取消喔 按Printer screen 鍵盤上不是一個PRTSCRN那個圖案 有沒有在那個音色的上頭F12的右側 你就多按個幾次後離開 開啟 任何一個文書編輯的工具後貼上 就貼上來了 知道嗎有老師問過這個問題說可不可以存起來 這軟體設定是沒有讓你存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他也是OK的 知道我的意思嗎你就是自己在去 Printer screen 或再把它存起來也OK 好這是最多老師問我的 好然後呢最後一個 他還有一個獨立的功能是這個 再進去喔 最後一個 休息時間 Black 什麼意思 這是我電腦課常用的 例如說 休息10分鐘 或考試時間 30分鐘 那學生可能在 就是填打 因為我們上課是在電腦教室沒有錯 可是有時候是紙本考試或什麼的時候 我就設好時間 按下OK 好刺激 F4 剛剛是多少F級 等一下我看快速鍵 Ctrl3 螢幕會倒數計時 這樣知道嗎 倒數計時用 對那 我偶爾用不常用啦 但是做是我最常最常用的 這樣OK吧 所以這工具就有提供給老師參考 那我覺得很好用 可是他缺點是 寫版書的時候他的筆順沒有這麼好寫 所以寫版書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 搭配手寫版我會用PowerPoint 開空白畫面 就像剛才老師們看到的 然後他這邊就會帶出筆跡 這是PowerPoint本身內建的 一旦接了手寫版 自動會跑出來的功能 你們都不會有 因為你們沒有手寫版 知道嗎 那有了後我就可以在這邊寫重點 這個筆跡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今天因為Driver沒有弄得很好 所以有點醜醜的 可以再漂亮一點啦 知道嗎 好可以直接寫 然後另外還有一套 我剛裝 我剛有試可是女人家的電腦竟然沒有 這是我遇過第一次沒有的 叫Windows 筆跡本 你們家有問7問8的老師回去試一下 筆跡本這也是免費的喔 問7內建的喔 這套是我目前看過 搭配手寫版來做版書 最漂亮的筆跡 不用錢 然後寫起來的那個筆跡好漂亮 所以我平常上課教其他的科目 我一定會開Windows筆跡本 那怎麼開呢 到左下角 好這裡打字 打就好了 Windows筆跡本 用了幾招 提供給各位 盡量免費 但板子要錢而已 就讓你們可以好好的使用 好來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 雲段硬碟的 部分 處理上面來講 我就大概教這幾個工具喔 那協助平台 我本來就預期應該教不完 因為一般在其他學校 光他就要教三小時了 所以我就是大概列一下 那這些都是跟 老師們個人在使用上 還蠻有相關的幾套工具 那Google服務當然還是很多啦 老師們就 之後如果有什麼問題啊 或是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歡迎 來信 對有我的資料 你就可以來信問我 或是我們之後 還會陸陸續續辦一些不同的 主題的場次講座 老師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過來參加 好所以我們今天 課程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嘿老師 OK來 我剛才放在這裡 在我的電腦喔老師在這裡 你開瀏覽器到這裡去抓 140.135.80.151 回去就不能抓囉 可是我現在分享而已喔 當下分享 你們開瀏覽器現在就可以下載了 那把它抓下來就可以拿回去用 或者是你直接在 Google 搜尋 Renit就有了 他就是 到微軟的官方網站下載就好了 好他是免費軟體 所以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OK 好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他的 今天教的好好學喔 好不好 雲端硬碟搞清楚喔 線上編輯電子表單 個人使用都很實用的 回去好好的 練功一下 讓自己的資訊能力 可以更厲害 好不好 不要每次都被學生糊 自己要知道一下 好那沒有問題我們就上到這裡囉 OK好謝謝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 ran 谢谢大家